那我先回答那几个那个聊天里面的那个问题 第一个是我之前一直用ecoedit的platform下载数据 但是如果现在同一个账号派出上进行授权的话 请问账号是五位给了同情中一样 或者是另外下载是这样的 应该是会受限 现在就是无论你是用python还是用javascript下载的时候 最后那个下载的东西会出现在你javascript coeditor 那个task里面 所以其实javascript和python就是一样的 最后都是发送到那里 然后那里出现那个lease呢 就是好像同一时间只能下载五个还是多少 我记不太清楚了 所以你限制肯定是有限制的 所以就是没有影响 你用python下载一样用加载一样 然后是按那个你放进去的对列 所以就根据你的对列里面这样下载的 所以肯定是同一时间内你只能 就是比如说五个下载完了 它才会下到下面五个 所以就是一步一步下来的 你可以同时发送没问题的 不是说你用python下的话就会快一点 或者就会直 我们后面会介绍就下载怎么直接下载到本地 但是如果你是通过google drive的话 或者是下载到你那个e的账户 那就是都是在那个里面的 我们后面到时讲那个下载的时候 会介绍这个东西 老师那请问可以两端同时运行代码吗 可以那个不影响的 你可以我跟你讲就下载的时候相当于 你就是下载的时候它就是放到你的对列里面 你同时运行没有关系的 不是说你用python运行 它马上就下载的 那不是的 它是放到你的账户的对列里面 然后如果你加osquade前面已经有了 你python放了下载的东西进去 它不会马上下载的 还是有排队的 知道我的意思吗 嗯 你知道了 谢谢老师 我看我这里给 我看能不能给你 看一下 我把那个 我屏幕共享一下给你看一看 就说你用gmap下载 它其实并不是下载 它只是发生那个任务 到那个机里面 它其实不是马上就下载的 你能看到我屏幕了吗 可以的 就在右边这里 比如说我这个 这些都是用python发送的 如果我现在在这里面 在机里面用 这个gioscript core editor 我下载一些东西 它会出现在这里面的 然后一会儿 如果有 你用python下载 它这里也会再出现这里 现在就是排队排进去 谁先进去了 谁先下载 然后你下载完了 它才会升到下一个 同一时间 应该是只能下载 五个 我记不太清楚 五到十 肯定是不超过十个的 然后那些任务 就会排队在这里 就是爱客下载那种 所以不影响 可以同时运行 但是不是马上它就下载的 就是这个意思 好的老师 谢谢 吴老师您好 我有一个问题 刚才您刚才说下载的问题 它下载完之后 它不是去谷歌云盘里面的吗 然后我看我们谷歌云盘 它好像就给了15个g 对 这一步 我们从云盘 有没有什么其他办法 来解决 就是扩大一点 云盘啊 就是你扩充了 你可以买它 Google那个云盘 它有 它有那个 云盘有 有扩充 就买它那个 那个容量的 你可以下载 然后呢 我们这个 到时讲课的时候 会有一个 一个别的方法下载 但是 那个可以 就是说可以直接下载到本地 而且可以下载蛮多数据的 但是我不知道 以后会不会被屏蔽掉 但是至少目前是可以用的 在这个第七章里面 然后有个 我看在哪个地方 不确定我这里面有没有介绍 按理应该是有的 叫做11 download 对 就这里有这个函数 download111 这个就直接下载到你本地的 然后 就说 以前的话 只能就是 好像是超过32兆 就下载不下来了 就是只能通过 现在这个就是 可以下载 好几百兆都没问题 然后我之前 也做过一个视频教程 你可以去看 那个公众号 或者那个YouTube上 我我看一下是哪 我确定是第几个教程 应该是大概100 110多 118 你可以去看这个 就这就是用那个函数可以 不需要下载到谷歌云盘 然后可以 直接下载到你本地 就这两个大家可以去看 但是我们后面也会介绍的 但是如果你想先了解一下 可以去去看一下 好的 谢谢你 然后我看一下这个 第二个问题是 机器学习利用机 标记样本 很容易造成单个文本量过的 快途拉 通常做法是样本导致分裂 使用再把适量 对 就是说 这是一个 他在那个 机器那官方的那个文档里面 他有说明这个问题 去看一下 我看一下是在 我记不太清楚 在具体哪个 有个 有个常见的问题 我想想我当时在哪 看到了 在这里某个地方有提到 那个就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记不太清楚了 反正在他那网站上有一个 就说你那个样本的话 它是不能有不能太大的 通常的做法你可以 嗯 就是不要抄啊 我想要是怎么写的 啊对对就在这个地方 我去看一下 我把那链接 挖到那个 聊天那里 就是说有这个大概的解决方案 通常的话就是说并不信 并不一定说你样本多就是好的 有时候其实不需要的 因为他这里面 嗯 很多那些算法只需要 少量的这个训练样本的话 就可以分出不错的效果 所以你先试试就是少量的 如果时代不行 你就只能减少或者 每个样每个样本类别的那数量 你减少一点 然后最后 是一块小的区域 然后再慢慢再放大啊 啊训练那些那个classifier你再拿去分类 其他的那个 结果 我们后面 最后一节课还是导书第二节也会介绍 就是怎么用这个 啊做那个监督分类和非监督分类的那个内容 啊 谢谢 吴老师 然后第三个是我的map一直出来啊 过了info1 info gmap 但是这个 这个肯定是你的网络配置问题了 因为大多数人可以如果你不行的话肯定就是 对这个这个这个错误呢 一看就是网络问题就是你没有通过这个 嗯授权没有通过 可能你的端口号不行或者是你的你的软件不行 就是只有这两个原因啊 所以你要换就是换一下 软件然后 啊 实在不行你就直接用imput那个e然后e authenticate 其实这个不是gmap的问题这个就是你授权的问题 g如果通不过你那个gmap肯定就用不了 你找一下那些通过那些能用的同学 就知道是什么个问题了 啊下一个问题就说端口一直没问题 为什么一直错错 啊 我看一下这错误 啊一样的就所有东西说 只要说是连接拒绝啊500连接 那些都是你的网络问题 啊不是端口就是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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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不好用 所以就是 啊你要换反正 啊根据那个群里面那些反应都基本上都是这个问题 啊换一下也许就可以了 安装好以后进入诸位 imput imput 想是找不到这个这个包啊 你可能是没有激活那个 啊激活那个环境 就你进去的时候要要要激活 你这个如果 是 你这个如果在国内的话你还要你要加那个set 那个设置代理内行你这个 很明显没有没有你可能要回去 看一下回放就我们最后介绍的时候 啊具体 怎么操作的 下一个问题是 用pip install gmap下载的没有用空的会有影响吗 没啥影响但是最后最好还是建议用conda如果你用pip的话 pip install gmap只是安装那些 嗯 requiredependency 那些optional都装不上了比如说 gopandas啊包括那些 其他一些比较难装的包你这个pip里面是没有的 然后你一旦你用pip install gmap你后面再用pip的话有些软板包可能不一定装得上 所以最好 还是按我昨天介绍的就是 先install那个mamba然后再mamba install 那个pyjs然后就基本上所有软件都 就一次搞定了因为你只用pip install gmap的话 后面你 跟这个客啊还会用到一些其他包你还得安装所以 还是建议回去看 重新安装一遍 下一个问题我 都一样的就所有问题都出来这个错误就是你那个 你要不你的代理不好用要不你这个那个转件没设置好就是 所有出现的这个都是同样的问题就是那个一找不到或者就是说网络问题 季节连接 都是同样的 这个最后这个 刘荣这个问题 这个有点不太就是有点不太一样你这个是什么时候装的你这个转件 就那些包 有时候有可能是你版本太旧如果你以前装过的话 也会有 类似的问题但是呢 建议大家这样就是比如说 import 1 然后 然后你可以直接 就是 就是 就是你 你那个要设置那个 http 现在你要设置那个 爱你之后 然后你可以直接打 1 Syndicate 就是用这两行你就可以去 授权了 如果你这授权没通过就是你这个网络的问题 所以所以gmap只是 用那一句 那个set proxy 那一行 帮助你去授权 其实你可以如果你会用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用 那个 那个 g1 你就不需要用gmap 你也可以授权了 然后我再给大家 看一下 比如说昨天那个 怎么讲在这个pbt里面 你们能看到我的那个屏幕是吧 可以看见 可以的 可以 对 是这样的 你也可以用这的话你就不 如果你就不想用这个或者你这一步有问题的话 你们可以就是用这个也一样的就是 你先import这个OS 就是那个python那个包 然后就用这两行然后接下来呢你可以 就这两行设置好以后就是这两个都要 这两行其实就相当于 我上面这一行了就是我那函数里面其实你后面是用了这个 所以就说我建议大家就说如果 还是过不了你就用这个然后最后就是 1 Authenticate 然后呢 然后呢 initialize 就是 就是这几个呢 就相当于这个 就是这两行其实就是执行就是执行这些内容 所以就说你如果你这 这用这几行代码 如果通过不了的话 这个也也会不行的 所以你看下面这里这这五行呢 没有用到gmap的 所以只是说gmap帮你 简化了就用一行去搞定 所以大家就是用这个 这几行 这里你要换成你的那个 那个端口号 然后 一般的话就是卡在这里 如果你这一行 卡在这里 卡在这里 过不了那里是你的网络问题 你的设置问题 跟gmap 也无关 最后呢 怎么看的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就是看你这个电脑里面有没有产生这个文件 就是在 你的这个用户的这个文件夹下面 比如说 你就是找这个文件 如果你电脑里面看不到这个文件 那你就是肯定是用不了的 C盘然后 users 然后你的用户名 然后呢下面这里会有个文件夹叫做 Docconfig 就这个文件 进去之后呢你就找到这个 EarthEngine这个文件夹 你的电脑里面必须是有这个文件 我不打开了 因为相当于这个就是你的密码锁 你连接GoogleEarthEngine的密码锁 如果你没有这个文件 那你这个 就是后面就肯定是用不了的 所以就是大家就是 按照这个步骤你就是 你的软件得好使你的端口号得对 然后这几行如果运行过了那你就是后面你就可以用这个 这就是一般这个 调试你 确定是哪个问题就是 按照这个方法 如果你是在国外的话就不需要这两个 在国外的用户 不需要这两个 因为昨天这个我们 讲了说大部分人都可以 所以肯定就是 这个方法肯定是没问题的 你要就是找一下你自己的那个电脑的设置 包括你这个 安装有没有安装好 下一个是杨家慧 请问之前用ZupyterNobu 现在只输入ZupyterLab也是正常运行的 不需要安装 对了 其实呢就说 你安装完后你既可以用ZupyterNobu 也可以用ZupyterLab ZupyterNobu 你可以把它当成 打个比方 ZupyterNobu相当于ArkMap ZupyterLab相当于ArkGS Pro 相当于就是旧版的新版 然后ZupyterNobu呢 现在已经不怎么更新了 所以这个慢慢以后会淘汰 但是呢我们平时说 ZupyterNobu的时候 其实也就是说 其实还是一个Nobu 只是说你打开的东西的界面不一样 所以现在就比如说新的界面 就是叫ZupyterLab 但是呢你可以两个同时用 比如说我给你看一下 然后比如说 打开这个 我的下载文件夹 然后比如说我这些 Notebook都在这里 我就打开我这个 命令行 然后呢你可以Conda Activate之后 你可以 用ZupyterNobu 你也可以用ZupyterLab 所以 但是建议的话现在都是 最好还是用ZupyterLab 就是 他有很多新的那些插件啊 很多功能啊 比较方便 ZupyterNobu比较相当于比较老一晚 就是Conda Activate G E 然后你这里面输入那个命令行你就可以 Zupyter控格Notebook 他就会打开ZupyterNotebook 那个界面是 跟ZupyterLab 类似但是就说 稍微有一些不同就是 ZupyterLab比较 高级一点现在 我在电脑比较慢会打开稍微 几秒钟 那其实就是说如果你习惯用这个你也可以就是说都是都是的 你看这个打开就这个样子了 左边没有那个 那个文件的查看器啊 然后你那个 目录啊那些就没有 但是他同样是可以往点开就这样 然后没有多个文件你可以多个文件他不在 就是现在 啊 你的浏览器面多了一个新的Tab 一个一个 窗口 对是这样的吧 差不多但是就没有那些 界面那些按钮 没那么好 所以比如说我把这个关了 然后再到这里 就说你要停止的话就是按这个Ctrl C 他就他就 stop了然后我再比如说现在用这个 ZupyterLab 这个就打开就是用 用我们昨天介绍那个ZupyterLab 然后你安装Dmap的时候他这两个都安装了 就是ZupyterLab ZupyterNotebook都有 大家下一个什么问题 有关深度学习 叫Zmail里面心理环境下 再下载TensorFlow和Pytele 是什么使用 还使用 环境是谷歌研发的TensorFlow 还是用Pytele是更好 这个好像 当然是TensorFlow他那个结合比较好 好一些 其实我 这方面做的不是很多 我 以前只是用过一点点 因为他在网关帮上的话 他有 有些 具体的这个例子 他这个深度学习 不太方便的地方就是 你不能直接 在他的记忆里面这个环境里面做 做深度学习 你必须把你内相当的数据要导出来 导到那个Google 啊 Cloud 然后那个AI 相当于他的AI那个那个平台做 吹你 然后 做完了 其实现在 你要 训练完 然后相当于生成那个分类器 然后再把你的分类器导到你那个 啊 在在从 一里面 读起那个分类器 然后再做分类 所以相当于就是你训练的那个过程 在一里面是不做不了的 那训练的过程是要 要在他那个AI那个平台 而且那平台不是免费的 所以就说 我一般都是只 希望做的东西 大家都能 直接用 所以 后面我可能有时间也会 增加一些这方面的教程 但是至少 目前的话 都是尽量 所有东西都是免费的 然后就是在那个一个平台就可以 完成的东西 然后吹你的话 PyTools好像也有一些人在用 但是最后相当于 你得把那个 那个训练 分类器的那个格式转换成 他那个叫做 他记忆里面他 兼容的格式 如果你那格式不兼容 当然就读取不了 所以就是 训练的话在记忆之外 最后做预测分类的时候 是在记忆里面 然后 你要把数据导出来 就中间会有 来来回回那个 那个过程 所以不是 太方便 我一般的话建议就是说 你可以先用他记忆里面本身自带的 那些分类器先看看 如果真的是做效果不好 那你再考虑别的 有时候其实 不是所有东西都需要用深度学习 可能有些普通的 那些 分类器就已经足够了 所以你看他做 这个地方 documentation 然后classify 这里面的一些常用的分类器 他这里面 已经有了 包括非相对分类 也有一些 所以先试试简单的 然后 不行再 试复杂一些的 下一个问题是 流洋 我看他 这个 我对这个你就是 因为你安装的时候 他有些就是有加了这个ipy 可能其实没有关系的 你就点这个 点这个select就行了 那个影响不大的 就是你跟 有些直接就是 Python3 有些可能就是ipy 无所谓的 你就选择 然后就可以 就可以用了 下一个问题是 韩帕 我在文件夹 打开的power 为什么没有 空打的环境呢 也没有 zupiter的命令 这个就是应该是你 安装完这个好像有时候可能要设置一下你那个 环境变量 现在你要我看一下 在这个里面 像你看一下 比如说你 安装 最后在users 然后我的名字下面 像你安装那个mini 空打或者空打之后 应该是安装到你这里的 比如说我在文件夹 对我用户文件夹下面就是这个mini 空打 所以呢这个命令行呢 这些东西是在这个script这里下面的 这里你看conda这个 所以就说你那个系统里面你要 指定这个路径能读到这里的所以你就说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可以通过 试制那个环境那个变量 就是把不是不会环境变量就把它加到你系统 Windows的系统的路径里面 所以你就说你可以 用这个搜索然后打这个env 就环境然后这里有一个 ad the environment system variable 就在这个里面 然后 你再点这个 envignment system available 这里 这里打开之后呢 就可以在 这个 我想想 就在这个 往下这个pass里面 就这个地方 就是个路径呢 然后你双击一下 你出来看一下 你这个里面的应该是要加那个 锡盘那个比如说 python 这个应该是要加这个 我这里不知道 对就加这个 相当于你可以打开你的电脑 然后找到你这个mini conda或者anaconda的安装路径 然后你的路径下面应该有个叫做script的文件夹 就是这个是miniconda的安装路径 然后这个 你就复制这个路径 copy一下 然后就打开你这个 操作系统里面就设置这个环境变量的 然后你就新建一个 control v 就可以了 然后ok ok 相当于就是说你 你用你那个抛屑或者你的命令行 你打那个命令行 如果你那个东西在这个系统路径里面找不到那个执行文件 那你肯定就是用不了了 所以就是这个 基本上就都是这个眼影 你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实在不行了 你就是用这个 miniconda它自带的 有个有个杂音是 是哪个 就是如果实在不行你就直接用这个 miniconda这里就直接用这个 这个其实也可以就说没那么方便 但是也是一样的 你可以 进到那些目标文件夹 然后你再框打 比如说现在我在这个 是我这个用户的目录 然后你就直接用cd cd就是说 比如说改变你文件夹的那个目录 然后你就可以比如说download 然后你就按那个tab 他就自动 进去了然后你就按那个 回车 你看现在就进到这个文件夹这个路径了吗 当然你可以进到下一个 比如说我要在 cd 一步 进到下一个 然后现在这个目录呢 就是你已经进到这个目了 然后你再打开这个 zupiterlab的话 他就是在你那个 这个 这个指定的这个目录下面 打开这zupiterlab 所以就不会在你这个用户文件夹 下面打开 所以就说你可以 也可以用这种方法 这个肯定就是 可以的 你利用powershade的话 相当于就是你 没有设置的环境变量 他可能就识别不了那个 空打那个 那个变量 我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空打 这个就可以了 就这就这一步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下面我看这还有什么问题 运行啊下面这个是 汤汤文献是吧 一一都initialize 报错 tuple out of range 这个我不知道你这个什么送安装的 如果是 旧版的话 对这也有可能 如果你是安装路径是中文的 可能也会有问题 因为我没有试过用中文的路径 所以我这个 但是你这个好像也不是中文路径 你这是 低盘 因为你这个也没有在中文对 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因为 你这个 如果你的用户名是中文的话 最后他读起这个文件路径的时候 他可能读取不了 我 不是很确定 但是 相当于就是说你initialize的时候 他要读取你这个 那个用户文件夹 这个刚才我给大家演示的这个 credits的那个文件 如果那个文件有中文路径 他有可能是读取不了的 就这相当于就是 就是要读这个 读这个文件 所以你上面这个路径呢 最好就是英文的 中文的有可能问题 我不太确定 所以你可以试试 看能不能改成那个英文名的 下一个问题是 红歌 一定要运行吗 install这个吗 这一步吗 这一步不成功 但最终地图是打开了 我看 这个呢 你可能要 这个我忘记了 昨天可能有人也遇到同样 就说你 安装的时候 你要关掉你的这个 关掉你的那个转件 就是不需要 不需要用那个转件了 你要关掉之后 好像就可以了 就是安装转件的时候 不需要 上外网 就是你 就连接那个清华科技员 那里 然后你 装完之后你再连接外网 下面的问题 杨晶晶可以改MAP的显示语言吗 售钱点是日本的 日文 这个就是根据你这个售钱的时候 你那个相当于你那个软件的那个 你的IP来自哪里 那个是谷歌自己 谷歌根据你这个IP 然后给你显示那个 所以你必须是 你选的那个 节点呢 必须是 或者是英文呢 会比较好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这个因为我没有 没有用过这个 这些软件 国内都没在国内用过软件 所以我不太清楚 他那些怎么设置的 那你不行 你就是 换一个 或者实在不行 你就换一个 地图换成个别的 就不用谷歌的 这些也行 因为有很多其他可以选择的吗 比如说你看我这个 有些 1 我们 明天也会介绍了 我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这么 这么慢 比如说 m等 gmap 有很多那个别的底图可以选择了 比如说你就点一下 这里然后 这个这个有个按钮 就是选择这个不同的图了 然后你可以换这里有好多 其他种我记得好像有国内那些 百度的不知道有没有 没有 或者你可以换一下比如说 Azure的 有好多其他的图可以选择 你可以不行就换一下别的 下一个问题说不是中文路径今天装的 这个肯定就是安装或者设置的问题了 这个 具体是哪个 因为每个人的电脑配置不一样 所以我也 不太清楚这个 具体是什么问题 这个server connection 这个肯定有可能是你那个Zoopy的安装不完全 或者干嘛 也有可能就是没有装 满 这个不是G的问题 或者zmap的问题 这个是你 Zoopy的lab那个本身的这个问题 所以有可能软件包没有 没有装完全 下一个我看我在使用JavaScript处理数据的时候有时候用GetInfo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没办法获取读息信息 但是 从上一次报数的地方乱一下代码又可以重新问了 是不是这个GetInfo本身有什么问题 他这个呢有可能是你 你这个写的这些代码 啊 Dop Slice DopGetInfo 就是说那个DopGetInfo最好就是避免 避免使用 因为那个是一个非常 低效率经常会出问题的一个函数 为什么要用DopGetInfo呢 就是说 G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叫做 服务器端的对象 然后呢你到你本地的话 属于 客户端的对象 现在你就把他当成所有G的东西都是一个黑箱 在他运行的时候 他们是 你可以把他当成是 外星人的语言 然后呢你要在地图的要显示或者你要看里面的东西 你必须把它打开 打开的时候就是要需要用到GateInfo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那影像超级大或者你那东西很复杂 你打开的时候要花很多时间 所以经常会超时 最好的方法就是说你只看第一个 比如说你那个那个Vector里面那个矢量 有一百万个 Polygon 你不能一下子就把一百万个钱打开 你可以说我挑第一个 然后打开再看看 那有时候一般就没问题 但是你如果你东西太大或者里面 超过五千个的这个 iPhone在你那个 collection里面 你是不能用那个Dogin 打开了 他就会出错 所以那个就是说 所有东西 尽量做 印算的时候 你要在就在所有东西都在一里面 避免 用那个 Hython那些 循环的 那是不太高效率的 就是 新换的时候你每个都要打开 每个都打开 最后 弄一弄就出错了 或者你就是死寂了 就这样 这个原因 这个要 你要去看一看这个G1里面 他有这个 我看一下这个哪里 这哪个 他那个文档里面有 有个介绍的 大家要去看一下 我们后面也会介绍 就是说 具体一些原因 但是 要理解 就是说G1和普通的Python 是不一样的 他那些印算的时候 所有东西都是包含在这个 一点 什么东西 E-Dot 然后面这个类型 或者是 Image 或者Image Collection 所有在一点 后面下面这个 所有东西都是 服务器端的对象 你是看不到他里面是什么东西 你要你要看的时候 你必须是打开 打开的话 就取决你这个东西大不大 如果你很大的话 那有时候就会 会超时 好吧 下一个是 刘永超 请问这个Python和Anaconda 这件事是什么关系 可以用Python进行相关操作吗 当然是可以的 打个比方 可能也不一定 不一定恰当 你可以想象成 把Anaconda 想象一层 写作 语法 这是这个意思 因为其实它也是一个工具 但是我这个比方可能不一定 Python 可以相当于说 Microsoft Word的那个文件 那个文档 当然你有不同的 比如说Apple里面 Apple 有那个 他那个自己写作 相当于就是说不同的工具 用同一个东西 你可以用Python 你可以用Video Studio Code 你可以用Video Studio 甚至你可以直接用Notepad 就是那个记事本就可以写代码 然后呢 其实你写的时候那些代码就是有时候可以调用那个Anaconda里面 你安装那些Python的环境 所以不同的转件都就看大家自己习惯了Python肯定是可以用的 就是比如说你安装了那个G1 那个G1环境 那你最后 选择那个编译器的时候 你就可以选择那个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说我这个 我安装的一般都是 我就说我开发的时候都是用这个Video Studio Code 然后你看我这个 空打里面其实也都 也都安装了 所以等一下我 打开这个 打开这个 1 然后呢就现在你选择所有你安装根据你安装的东西你要选择一个编译器 比如说 我选择一个 我Gmail那个包里面比如说有很多那些 模具有相当于是模块是吧 然后比如说我选一个 选完了这个Python文件呢你可以其实是可以运行的 但是就说有 如果你电脑里面装了很多不同的Python版本的他这里面是可以 选择不同的这个编译器的 你看我现在左下方这里 有这个这个叫Discovering Python Interpreter 就在 他现在这个Visual Studio Code就在那搜索你电脑里面 一些 Python的这编译器 然后 右下角你看这里显示 Python3.3.10 然后你比如说你点一下 你上面这里就会出来 有可选的有哪些编译器 你可以看看比如说我装了EE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我如果是想要用这个编译器就是选这个比如说 EE或者是 下面这个比如说EE你看你就选这个就行了 现在就是说那些你电脑里面装了不同的版本 然后呢我们这些 Python或者ID那个Visual Studio Code只是一个 一个 开发环境然后可以调用 你不同的版本就是你选择对的就 选择你想要用的那个就行了然后你就可以 可以去运行你这个 这个文件了 来说这些简单的说就是说Python只是一个工具 然后 Conda或者MiniConda装的其实是一个 软件一个包的管理区 然后你这些Python可以调用它里面 安装的包 就是 这个关系 下一个是 流红 这是不是也是个网络问题 啊 你这个评那个截屏没有权我也不知道你这个 说的是什么问题我看Invary archive 啊 吧吧吧吧吧 这个有可能是你 你要关掉你那个软件了你安装下载的时候要关掉你那个 啊代理那些就是说就是在国内的不需要安装的时候你如果你是用那个清华源的话不需要 你关掉再试试 每次打开这个map的时候都要运行着EE Authenticate 每次你如果在国内的话你要配置端口但是你不需要运行这EE authenticate 因为如果你已经authenticate过一次之后 你的电脑里面就已经有那个 密码锁就是那个credential那个文件了不需要再用authenticate了 不然就是很繁琐但是如果你用googlecollect的话 是你每次打开都需要的 如果你是你电脑里面已经 authenticate过一次之后就有这个文件之后 authenticate这个文件之后就不需要了 但是必须要设置 就是端口代理啊我再重复一遍就回到刚才这个 啊 ppt里面 就是你每次 你用gmap的话你必须是有这两行 importgmap然后你要设置这个 然后你就可以用 啊 啊 你下面这个就可以 比如说我在这 可以map 等名gmap.map 啊你运行这行的时候 这一行其实就包含了eauthenticate和e.initialize 然后呢 啊但是如果你电脑里面已经之前有了有那个密码锁文件了 啊他就不会运行这个了 啊所以就是你就是按这个 啊这个方法去就可以 可以 下一个 问题啊 迷你空的安装到低盘空的创建环境的时候 创建到吸盘吗 啊售钱是超市对超市的话都是你的网络问题 然后你安装到低盘我具体不太清楚因为安装的时候 所有的这个 就是你看你安装在哪里 比如说我这个 迷你空打是安装在吸盘或者低盘 啊应该 啊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但是你创建的环境的时候 我可以大家演示一下这个环境到底是装到哪里去呢 你可以去比如说我在这里迷你空打这个 安装在这里 然后呢所有创建的环境的其实你在这里面有个文件夹 envs 就是你装的所有东西都是在这里比如说我创建的比如说我装的这个GE的那个文件夹 所以如果你装在低盘的话应该是你在你低盘就mini空打emvs 下面应该你能找到这个GE这个这个 这个文件夹 然后呢你就是 其实很多包呢都是装在这个里面的就是这个就是你那个安装那个环境了 如果你真想看那些包在哪里你可以 在这个GE下面然后你找到这个 Lib 就是你那个那个库 然后你再往下 找到这个side packages side packages 这就是你所有安装的包都在这里面你看这里面有有可能有好几百个 500几个 然后你可以往下拉你就可以找到那个gmap了当然有其他所有的包都在这里 然后往下拉 gmap 然后你点进去 其实就是说python 比如说你 import importing gmap的时候 其实就是 import 这些包 比如说这个 这个 初始的文件 然后所有的 gmap那个些 模块都在这里 就是 导入的时候你 导入所有的包 其实就是导入的都是从这里找 然后你还可以看看比如说 earth engine比如说这个 E 这个就是你 import E的东西就是 import这些东西了 比如说你在rubia notebook里面 做的东西所以所有的 你可以你了解 之后你知道那些东西到底在哪 如果你 你删除了哪个包他那个包可能最后就是从 从刚才这个文件夹里面就删除了就在这里面 但是呢最好不要手动 不要手动去用去删除这个环境你一般 如果你你那环境出了问题呀或者你 安装完你觉得这个 出问题你想重装一个但是你如果那个名字已经用过了 那你可以把你那个环境删除掉 然后你从头来吃比如说现在 你看我这个有E 如果你觉得那个东西可能坏了 或者你想重装但是你还是很想用E这个名字的话 你可以 Conda remove 就是我们之前是Conda create 现在是Conda remove 然后横线 然后E这就是你那个环境的名字 然后在两个横线 All All就是说我把所有包全部删除掉 然后你就按回车 他就会告诉你是不是要删除所有的什么 然后你就按回车他就会把你整个环境 所有装的包包括这个环境整个文件夹会删除掉 然后你下面你就可以重新装 比如说你看这里 我要不要 要不要 继续 然后你就按Y或者按回车 就可以 把你那个环境删除掉你再重新装一个就可以了 下一个问题是刘晨阳 按照两个方法都试过前面就说这就是道具报后面吐出不来 我的里面是有成功我打开宝座 这个呢 是你 这个应该是你 当时第一步的时候 如果你这个是刚开始用的话 你必须是要创建这个 那个project 不然的话你是用不了的 所以我昨天 我上课的时候有强调这一点 你可以去看那个书 那个书的这个内容里面 你应该是少了一步 第1章然后 有个 1.7这里 就现在这一步 这里你应该选一个project 你就说出来之后 你就要创建一个project 如果你没有这个的话 你就是 我把那个链接发在那个 聊天那里 就是你要创建一个project 然后你确保你这个显状 然后还有就是说如果你是第一次用的话 你记得你要去点击这里有个按理吗 你要去接受之后 才能用的 这是你 新账户必须过来的一个过程 如果你没有 所以他就会显示说你这个 显示说你 这个project 不在这里 对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说你那个你要选一个project 创建一个project然后 accept之后 不然就是会出现这个错误 他就说 not sign up for orproject is not register 就像你没有注册 你开始试一试 下面这个 也许是你的账户不行 那你你只是说到这个邮件的话不行的 你的账户还没有通过 他这个只是说告诉你注册了 如果你是 你已经是 成功 这个 被批之后 不是这个界面的 你这个是你的账户还不行 就是说你申请的账户还没有通过 所以你不能用可能 不是你那个project的问题 因为如果你已经通过的话是那个是这个样子的 比如说我点开这个 这个EarthEngine的界面然后我sign up 但是我已经sign up过了 那个提供了你看 你的界面应该是这样的 welcome to earthEngine 如果你是说你的那个界面那里就是不对的 你就说你那个东西还没 你的账户还没审批 下一个是 就是 长城 灰 我在输入验证码之后 我把打开面 肯定是网络问题了这个 网络或者那些软件的这个问题 下一个说我的user下面没有credential的文件是哪一步出问题的 这些反正都是基本上都是同样的 同样的问题就是按照我那个ppt里面 最后那几步你要不你就用这个 如果你这个不行了那就是你的网络或者你的设置问题 一般的话就是说你设置完这个 然后你运行这行 这行的就是在你文件产生那个credentials那个文件 然后下面这个enutrile就是说 这两个是有区别的 EarthEngine这个authenticate是授权 然后产生这个密码文件在你电脑 那你以后呢就不用authenticate了 但是呢这个enutrile这个是每次都要用的 就是说你打开一个knowbook 你要连接到谷歌的这个EarthEngine的GE的服务器 你bc是相当于初始化这个东西 让就说允许GE去连接你那个账户 但是呢这一行是 只需要一次的就是你安装的时候弄完就不用了 所以就这两个有这个区别 但是然后就说如果用gmail的话你不用管 你就直接调用这个gmail 这一行呢自动会把你处理到底你需不需要authenticate 就是说他会检测你电脑里面有没有这个credential的文件 如果没有的话就运行这个 如果你有的话 他就运行这一行 所以就说审讯你的你需要去 单独运行这两行的这个 这个需求 下一个 下一个 如果我用这个 Conda Install Mama 这一步一直吃错 然后镜像也配置了 我看 这个肯定是你这个这个我网络的问题 你这个下面这里写的 Proxy error cannot connect to proxy 这个Timeout 这肯定你没关好你那个软件的那个软件 你必须是关干净了才行 这个 连接的话就是所有连接的问题都是 都是网络问题 下一个 张罕打开这个lap为什么这样你的图片没发生了好像看不了是一个 红色的这个图标 好吧这些好像差不多 回答完那里大家看还有没有什么 问题你可以自己啊 然后 问问题 我看在直播的 呃 陈科兵刚才那个好像已经回答过了 那个关于深度学习的问题 下一个是 卫华 安装环境没问题但是进到Zuby的lap 然后说 你不一一上没有这个模块 啊要不就是你没有激活你那个环境 要不就是你软件没装好 啊这些都是 啊常见的你这些 啊 刚开始学这个拍手的时候一些常见遇到的就是你要确认你空打 ActiveAge之后 然后 你在 Conda install那些包然后你再 打开那个Zuby的lap就有了 下一个 EAuthenticate成功但是Inuse还来出问题 这个刚才也回答过了 有可能就是你的账户还没有审批 还有就是说你有可能 你的project有问题 我刚才已经说了就是你要确认你由 去点那个链接 去Accept你那个project 创建完然后 才能用 这个肯定是你的账户啊设置的这个问题这个 反正就是这五行 大家去用这五行这五行呢就没有用到Gmail了如果你这五行通不过 那就是你 三个三个是有可能三个问题一个是你 你的账户没有被批 或者你的project啊那个cloud project没有设置好 另外一个有可能是你的 网络问题 还有什么 对 你就是 搞清楚了你这几行如果运行过了那你就是 可以了 还有一个说授权的时候这个显示 是4500连接不上 都是网络问题就是你那个东西不好使 你那个转件不好使 你要换一个 下面这个留言 当授权 主笔的时候找不到configure文件 一样的所有的 你就你不需要去 你就是这个授权之后如果是没有证明那个文件没有传释到你本地 所以就是 没有授权那个成功你再试一试或者你换个 换个转件 最后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个 你一定要在你电脑里面产生这个那个文件如果你电脑里面没有那你的记忆就是 用不了 下一个这个 胡宾 Mamba install 那你要先安装那个Mamba 你按Mamba上面好像没有装成功你要conda install Mamba你要看这个前面这里 这个地方你要硬行这行 如果你没有这个Mamba的话你就是用这个Mamba 就是用不了了你要 确保你这个安装了这个 Mamba之后 好像都差不多回答完了大家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想问的可以直接问 你们也可以私底下自己交流因为 这么多人那么多人 成功了肯定就是 肯定是没问题 就是你要找一下你到底是自己网络的问题 你设置的问题 还是你这个 自己账户的问题 然后 下一个问题说明天讲下第2张代码对 就是说讲的时候就会介绍这些到底 每一行是什么意思 明天会具体会讲的 今天 第一次只是讲这个大概的这些 安装的问题 就具体那些什么意思我们还没有 还没有讲这个明天会 仔细讲每一个比如说介绍这每一行是什么意思 然后为什么要这样弄 包括那怎么用这些数据 明天会会仔细讲的 好 还有别的问题吗 这个直播说之前没有报名成功的可以 进那个群吗 我这个不太清楚 但是如果你要 进那个G的话也可以去那个我那个 微信那个公众号那个字顶那里有个进那个微信群的你可以去那里 扫码有好像有 记不太清楚有十几个 好三四千个人 有些五百个有些就两三百个那种 但是你如果感兴趣了可以那里扫码有问题也可以到 那个G那个群里面 问 然后呢最好呢我给他 说一下就说平时如比如说这个课上完之后呢 如果你平时遇到一些问题的也欢迎大家去问的最好就是你到 那个GikHub你可以去那个比如说你打开在Gmap ORG然后你就是点这个右上角 去这个GikHub的这个 Gmap这个GikHub的这个网站 然后呢 你看你具体是什么问题如果只是普通问题不是那个Bug的话你可以点这个 Discussion 然后这个Discussion下面这里就说有别人问的你看基本上 有问必答基本上你看就好几百个就是别人问的 我一般都会找时间去回答的就是说你问的问题在这里基本上就保证 不能得到答案但是如果你有什么在群里面或者邮件呢 那些太多了根本上我就看不过来的 但是你发在这里面就是有个记录的 我有可能说就回来这里挨个挨个回答或者你可以看看这些 有些比如说人家提 request 或者是有些bug 都会在这里解答的 没想到已经 好几百个 就是说有如果是有问题的话 一般很快就能 能解决 所以最好的话 问问题 但是现在上课大家可以在课上问 但是就是说 课后以后如果有问题的话 还是建议有条件的话 还是去GikHub问 那是最好的就是说那个 记录在哪如果是有问题就是以后 肯定会解决 如果你是微群里面 问一问就冲掉了 然后那个邮件呢 基本上就过一过就就 忘记了就就 可能不一定能收到那个答案 好吧大家看还有什么 别的问题需要 解答的 第1个 带景旗说 底图里面的文字标注可以去掉吗 比如说 这个不行 这个因为 就是不同的 那个web service 它是一个图层直接传递过来的 这不像E或者像 iPad 说可以好几个图层 你可以选的 它是什么样的 就怎么样的 所以那个是已经是固定的 如果你不想要文字的话 你就换个底图 有些底图是只有图没有字的 就你在里面选择 可以 自己 挑一下看有没有别的 就是你合适的 但是如果是Google了还是不行的 就是只有 必须是有那个 他文必须就是他文字和图是合并在一起的 它是一个图层 你是 传递过来的时候 其实那些图片的 那图片是已经 在你传递的过程中 它过来的时候已经生成了 所以你是不能 去掉那些文字的 呃 第二个说在 搜索机 我这个 这个好像以前我也有遇到过 就是搜索的时候 他一直在社群 有可能是你那个 有些包他 没有 有 哦这个可能 这是一个 奇怪的问题这个有可能是用了那个软件 反而不行可能不用了可能可以 就是下面那里有个remote and close connection without response 一般这个都是网络的问题 所以 呃这是一个比较纠结 就是说你用了 用了那个国内用的那软件 你能上机但是好像就上不了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是个 GitHub里面那个 那个那个网址 如果你不上的话 你就上用了G但是又用不了这个所以这个可能 这个我之前 没有遇到这个在国内的这个 特殊的这个情况可能所以可能国内就是用不了那个搜索那个 难的我不知道是你一个人还是说别人也是 都是同样的这个情况 这个可以后面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别的解决方法现在就是你这个 要下载这个这个Json的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的必须从GitHub所以就说你如果你用了代理他可能就 不让你下载了我我看一下这个 我看一下电脑里面那个 是不是可以 或者你又可以手动把那个文件下载下来然后放到那个 安装目录里面看这个能不能 啊解决这个问题 Increase Lip Packages Data 对这个可能不一定有什么好的 啊解决方案因为 这个搜索我刚试了一下我这边可以 我这我这边可以啊对 啊那就很奇怪那可能就是 这个因为这个这个问题一般就是网络问题 或者就是 应该是网络问题 除非就说所有人都是那就可能就是 GitHub不允许你这个现在用这个 代理器连接 如果是单独一个人有这个问题的话可能就是 本身电脑网络这个连接问题 这个这个可能没啥特别的方法这个 我 没有什么好的这个解决方案 下面一个 沈贝贝说请问PyChamp和 Ruby的代表什么实质性的差别吗 我把代码没有报酬但是没有地图 是的那个PyChamp就是 Ruby的notebook就是你 Ruby的notebook 嗯他好的地方就是因为你可以写代码的给出结果都在同一个文档上面 其他那些编辑器啊就是ID PyChamp和Visual Studio Code 你就是能跑代码 但是那结果不会显示出来 结果可能 嗯 只是打印一些文字特别是像地图之类的 他其实那个地图其实是后面就是一堆 嗯 相当于就是文字来组成的东西 所以你用PyChamp 运行的话 你是看不到那些地图的 除非你乱那个notebook 他有些可能支持 嗯 像那Visual Studio Code 他也支持那个 你那个notebook运行的时候他也可以 在那个出那个结果但是兼容不是太好 所以一般都是的话 建议用这个 Zupid 然后说Zupid 有桌面板的那个其实 桌面板跟这个 那个网页板其实是一样的你就是安装一下然后你不用去打开那个 anaconda然后去quanta activate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那个如果你能用的话你你习惯的话你也可以用他那个桌面板 但其实他不是真正的桌面板 他其实还是 最后还是那个网页板而已 只是说你少了几个 命令行器打开就双击一下就可以打开那个东西 所以一般的话还是就是说你能用Zupid Lab能安装就用Zupid Lab 因为 Zupid Lab就是记忆网页板的 所以你不需要基本上 就是说你你可以发布到一些 服务器上你可以让别人可以看 但是如果用PyTron的话不行了 PyTron就是一个桌面板的 不能就说你你PyTron你应该没有遇到就是说一个网页板的让你直接 打开个浏览器就可以用PyTron的 Visual Studio Code是可以 但是PyTron我 我留意的不是很多 你好像没有看到有类似的 但是Zupid Lab的话到处有就跟你collect Googlecollect一样 他就是一个网页板的一个 一个应用 好吧没有没有问题了这么这么这么少吗 我看来就说这个Country Shift by加载失败 这是不是你那个路径的问题 你那图片我看不到 它是一个 具体是什么错误 我没有看到那个 那个图片没有显示出来 如果加载不了 可能就是你那个 加载的文件路径是不是有问题 或者这里共享一下我那个 那个桌面 嗯 嗯 哦你有你的路径有空格 应该是这个原因就是你那个路径那里有个第一那个空格chapter 然后包括你的这个用户的名字都有空格所以一般的话 嗯 这个可能就是空格造成了 啊百分之我觉得 另一个的话 有没有可能他这个是因为Shift file 不是对应的还有几个对应的文件 没下载的原因啊还是 是不是Shift file 这个这个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就是你没有下载完全了 不能只下载那个 shp 就那个那个shx还有dbf那几个也要 也要下载你最好就是用 啊用那个安装那个git那个软件然后直接 git clone 就是不要这样手动去下载 你就点这个 然后这有个命令行 但是你要先安装这个git这个软件 啊 不知道有多少个人啊用在这个这个就是说你 啊 必备了就是如果你要做开发的话 然后有了这个之后呢 然后你就到比如说到你任何一个文件夹 啊比如说这里然后你就打开 而我这个我不确定我没有装这个 这个软件 啊对我已经装了然后就是git clone 然后你把那个链接 哎不对是不是这个 就是把你刚才从git hub里面 啊绿色按钮这里 你这个链接布置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 啊回到刚才这里 然后ctrl v然后就回车 他就会把整个 嗯 你整个那个文档这个 那个那个repo 下载下来 当然你可以点击这里有个download 你把整个下载下来也可以 所以一般两个 啊两个都可以 然后比如说这个下载完之后呢 啊我就可以 啊用这个 anaconda prompt 然后你就是cd比如说documents 对吧然后这里你可以看一下你 那个目录啊 dir 然后就是 啊zmail在那里 所以你就可以conda activate 嗯 z11 然后zupyter lab 所以如果你是没有下载完全的话 肯定就是那个 文件没全 或者就是有路径 这两个都是比较常见的 经常会 啊遇到的问题 比如说现在就在这里面 然后我随便创建一个 然后 啊 你可以自己直接 说这个 啊 in 等于 我这个现在我是 啊 windows 所以要用这个 那你这里应该也是可以用相对路径的 所以我可以用zmap 然后 啊 example 你刚刚就是按那个 键盘里面按那个tb那个键 tap 那你就弄了这个 然后就是am.add shp 然后in shp 你看就可以了吗 是吧 应该是没问题 没下载完全 下一个问题 说 运行获取的 分辨率的这代码 出错 我这个不知道你具体是说 什么 nominal scale 哦那你就选一个就行了这个这个有可能是你一个影像八方有 啊 不同的这个 波段的波段比如说里面有些波段是 10米有些波段是30米或者60米 你这里面就是现在你在你这个1米子里 1米子里面写1米子都西来 然后括号0就现在选择第1个波段 我在这里面打一下 就可以这样1米子都西来 就是有时候你就看他提示的错误 他那已经告诉你就是说你的 影像里面有 不同的这个 投影信息 然后你就1米子都西来 然后相当于比如说第1个波段他那个 index 就是那个索引是0就从0开始的然后012345所以就像来这样 docselect然后projection projection 然后 docnominal scale 我打在那个聊天那里你就这样弄就行了 下面一个问题是 股 股红酸 本地TIP文件可以导致后需要转成GE的格式吗 这个 基本上不行有少数可以就很小了但是 目前还不支持 就矢量小的可以 文件大的文件不行 就是说 如果你想把你本地的文件最后弄成GE的话 你必须是手动上传到他那个GE那个coeditor 所以你要去那个GE的这个网站然后 登录啊 当然也有些别的软件可以支持你用命运行上传了但是如果你 文件不是很多的话你就到这里 然后 然后你就在这里面 new 这里面upload 你这个文件就是你这个 你本地的这个这个TIP的那个文件 从这里upload他就会变成 现在就说你把你 一些普通的GTI文件最后给你转换成它是 他服务器端的影像 那个对象然后你就可以做各种 跟任何其他 GE的那些 数据一样的就是有个unique ID 然后你就同意通过就可以用了比如说你看我这个 lenset比如说 你可以看一下比如说我这个有个lenset 比如说 旧金山了然后你看你看一下这个 他这里每个都有个unique unique ID的 不是这个 你可以看一下这里就是现在你每个的ID就像这个users 然后就是你这个用户名然后就是你这个文件的名字 当然你下面可能有不同的这个目录 这个就是跟你那个我们其他昨天说的其他那些 影像那个ID是一模一样的就是现在这个1 image 然后你比如说你 copy一下这个 然后你到这里就可以 var image 等于 现在就是 这个 1. image 然后就变成这个 比如说你 你上传之后 就变成这样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加载进来了 比如说 add layer 然后 image 然后你这里就是 不用弄什么其他的 然后你可以比如说 map.center object 就你是 中心定位到那个 影像然后control enter 你看不就 加到这里了 比如说这个影像就是我上传的 这个博士机里面 他自己有了 比如说你已经裁剪完 然后生成这样的一个影像 就是 如果你有很大很多量的那你就通过 这种方法来 擅长你这个 影像 还有 问题 然后 接下来一个是 李文庆 三区影像经过影链塞想少于无量 然后还是 存在影音遮挡 这种情况 是不是 需要 中国其他数据人或者使用 一个工具 你你这个 你这个 你个stress有5% 所以所以他有云了 在4%也算 3%也算 所以 如果你这样无云 你就弄1%或者 0%不知道行不行 就是小于1%的 那就是他的云非常少了 但是这种情况 你如果你是在 你是在一个 真的是每一年到头 360几天就350几天有云 那你那你就很难了 你这样的话你还不足就是不要筛选 没云了 你就把所有影像弄出来 然后挑个median 有时候可能反而效果会好一些 效果会好一些 所以你就看你具体的这个是 啊 也可以不同的卫星 啊 比如说Lenset 或者Sentino 但是有点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是365天 每天都有云 那你也叫做什么这个 啊 巧妇难为5米之处 你都你都没有一个好用东西 你这个 你也造不出来 你自己你自己 想象一下 每天都有云 因为星永远都破不掉 就是那个具体的那个位置 当然 你的区域大的话 他总有一些pixel 他有时候有云 有时候没云 但是如果他真是360天 都有云 那你就是那你还是有云 那你就是要考虑换 其他的数据 或者用这个 杀的数据 那些就是说 不受云的影响的 东西 这个很正常 你看你这影像很少吗 就5% 这肯定这个云量 现在看的话是小于5% 喂 吴老师 可以听见吗 可以 好的 吴老师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跟这个同学 然后 就是问题比较类似 然后我 我先分享一下题目可以吗 可以 那你把我这个我推起来 行 好 可以看到屏幕吗 可以 然后我想问的问题就是 刚 这位同学问的 我猜他的意思是不是这样 现在我也有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我想得到一块小的区 比如说我就随便 选了一个 就随便选了科罗拉多州一个 一个正方形举行区 但是 就像刚刚那位同学说的 在他代码里面写的 是 筛选云量的时候 是按一景图像的 5% 云量来筛选 所以他并不是 并不是在某一个具体的位置 他云量小于5% 所以 我就想问一下 应该如何在 这样一个很小的一个 subregion里面 筛选 云量 这个呢 你可以 提供一个实入 就相当于 如果你用的影像里面 他有一个 有一个云的这个mask的话 你可以相当于就是说 美景影像有个云的mask 然后你就裁剪到 你可以如果有很多影像 或者只有一景 如果很多的话 你就用一个mac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循环就行了 现在你先把这几影像 根据那个mask 你裁剪一下 然后你就可以计算那个mask里面 有多少是云 多少是没云的 然后现在你计算之后 你可以根据你那个switch 你再去再去 挑这个影像出来 明白我的意思吗 现在你这个 如果他有一个mask 现在你就是零和一 现在你现在画了这个框里面 你可以算有多少是一多少是零 如果都是 比如说都是 都是零的话 没云的 如果这有一些是一 那就是有云的 所以他就不会 把那些 比如说 比如说你一个很大的影像 他有百分之说 10是云 你如果按你的标准 那个影像就没了 但是如果他有一个mask的话 你就先不要筛选 那个云的云量 你先把那个mask提出来 然后你那个clip一下 然后看你这个框里面有多少是云 然后超过的云量 你再把它筛选掉 然后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教程 就是他谷歌官方的一个教程 他有个叫这个叫cloud probability 对 他其实是 你跟我说的道理是一样的 cloud probability 现在他有个 有个percentage 所以你就可以用这个做一个special 然后你现在这个就是把它当成一个mask 然后你再去计算 你那个区域里面有多少是云多少不是云 他这个cloud probability 他这个centennial2的cloud probability 他这个数据集 它是也是从15年开始就可以用了 然后 我看他网上教程就是这样是 我我先打开的界面 您能看见吗 他这个是谷歌官方的一个教程 他是将 呃 centennial2 surface reflection和这个cloud probability 两个dataset做了一个join 嗯 他做这个join的目的 他是相当于我我的理解是不是 相当于给他给centennial2的surface reflection 这样一个dataset增加了一个band 他那个join其实你把它想象成就是说 每一景centennial2的影像都有一景这个cloud probability 现在你就是这个mask 你现在所需要做的就是我找出这个mask 然后挑出那些适合我的影像器的这个mask 那云量很小 那你需要找出对应的 是哪一景影像你要把它挑出来 所以最后相当于就是一个间接的一个过程 你也可以把 把你这个对应的时间了 比如说同个他应该这个id都是一样的 或者是时间都一样的 你拍一拍 先做到一起 然后这个cloud probability 你可能不做吧 因为每个啊 我不知道他的cloud probability是只有每个影像是只有 美景只有一个波段还是说每个波段 应该是只有一个波段的 然后就连在一起 一个波段 那就是嘛 那就是这个相当于这个就是mask 但是这个mask是分开的 它不是像lanset或者其他 它是自己在那个影像里面有一个mask 所以你要做的就是这个人机这个mask 你做个special 比如说啊 它的云的probability 是100%那肯定是全是云 比如说我这个云量大于40%的 我就不要了 所以你弄出那个mask你计算之后你就挑出 适合你研究区域的哪些影像 然后在影像里面有那些id 你就是在终于到你这个sentino2的原始影像 你就可以把那些调出来了 适合你啊 研究的这个区域符合你条件的这个 影像 好的好的 喂大概就这个这个意思 喂吴老师 你好 我想问一下您这里提到了这个 算那个云量的是不是根据那个颜色 来来塞的 比如说先比如说一块一块三格图 先塞了这个区域的 比如说根据某个值 筛选出云的那个pixel数量 再处理整个面积 是这个意思 不是那个云是它影像本身自带的metadata 不是你是算的 当然你可以算 如果你要算吧 你提出云的话可以 可以自己算 但是一般的话 你用那个filter 比如说我们昨天讲了 那个是它本身影像里面自带的一个属性 如果它有那个值你可以筛选 如果都没有的话你就不能用那个筛选 因为每个 每个卫星每个sensor 它 带的这个属性是不一样的 所以不一定所有的 所有的 比如说Lensate的话 它就没有那个 它那个cloud 那个属性的 名称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要根据 你相当于你要去 这个 它那个 现在 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网站 你看一下 对 你换一个比如说换成Sentino 2 它是有个 有个description 说你里面有什么属性的 它有个property的一个 你换一个数据就知道 它有个property的一个列表 只有在那个property里面的列表的里面的 你才能用来做筛选 所以不是说你云量你自己根据 它里面给你计算的 它一般都是提前已经 计算好的 就是说他们卫星 获取完这个数据之后 它经过处理 它已经提前有了这些 属性附属在 附属在那个影像的那个上面了 就和你实际 时间一样 就和你filter那个时间了 因为每个影像都有获取的时间 多少云量 它的卫星是什么 它是那个 哪个时间点 它有多少云 就是那些轨道号 那些都是 提前就有个了 好的 谢谢老师 但是如果没有 没有给的话 算的话 一般是用什么标准去塞 那就是不同的卫星不一样了 这个就是提起到 涉及到这个最基本的摇杆的 这个云的这个 底带的算法有很多种 所以现在你就把它当成一种普通的影像 你要自己 如果是类似的话 有些专门的 比如说有个 Cloud score 它20A里面也有些基本的 基本的算法你可以直接用 但是如果你的卫星 是没有这些现成的 算法可以直接用 那你就是只能自己 自己写算法 比如说你看这里面 EarthEngine里面 它这个有 Equism 然后你比如说看一下 Lenset的话有个 然后你看这些 Cloud 包括Lenset 你看这些 Simple Cloud Score 现在每个影像 你就是它有这个 有个函数 你就要把影像传递进去 它就给你出来 另一幅影像 然后这幅影像就告诉你 跟刚才那个 那位同学讲的Sentino 2 它那个概率那个波段一样了 只是说 Sentino 2它有就是有那个影像 集合它已经给你算好了 如果你是Lenset的话 你要自己算 但是你可以用这些函数 简单的就是说 它不是很完美 但是 会给你个大概的出来这个影像 告诉你这部影像 每个Pixel 它有多少概率是云 那就相当于算吧 但是如果你是别的卫星 不在这里面不是Lenset不是Sentino 那你可能就是要自己去detect这个云了 那你就是可以根据那些DNG 根据它那些光谱曲线 因为云的话一般就是都是白色 你就是非常每个波段都很高的 所以你可以通过那种装方式去做一个 你现在自己提取了 就是大概这个意思 好的 谢谢我老师 下一个问题 我说那个app对这个app 就我之前已经有提到过 就说上的人太多的话 他就挂掉了 因为 Python的话 GEE对Python 这个app的支持不甚好 所以 相当于你所有人你去打开这个app的时候 都是用我的那个帐户 所以同时的话 GEE不允许你 同时多个连接 然后如果多连接 它有时候它就是stop了 就stop那个app就可能有时候 太多的上去挂掉 我就需要重启一下 然后 你后面再等等 有时候就可以了 然后下一个是 谢英英说 上传的这个stopp request payload size exceed limit 我之前也有提到过 这个你如果是直接从stopp 转成1的话 用这个Gmail 它只适合大概就是10来兆的 10个MB 但是这个 不是一个 很确切的数字 你最好的话就是 如果你的边界很复杂的 你就简化一下 相当于就是你不要端点太多 我给你打个比喻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你去想象成你本地的东西 你要转换成 GEE里面 soppsite 比如说你就弄个电影 比如说你现在想把 你本地的一个电影 你想放到网上让别人看 你要想想你那个文件 如果你是这个 好几个好几个GGB 你不能秒传的是吧 你肯定是时刻很小的 就是你 你要发给别人 那个文件如果太大 他20英文件他不支持 不然的话你就 跟这个下载数据一样的 他不引起你 下载很大的数据 直接到你电脑 因为那个占带宽 那都是一个共享的资源 所以就是那种时时转换呢 只适合很小的 他就是设置在32MB 但实际上你那个 矢量数据转换的话 达不到那么多 我印象中时来造就不行了 所以你就是 只适合就是说一个简单的变块 就简单的RY 但是如果你弄个前中国 然后 有几百米点的那个 端点的话一般都不行 所以如果太大了超过了 你就只能是 第一种方法你就是用一些其他软件 把你那个端点简化一下 边界简化一下 或者你就弄个 直接弄个Rectangle 那种 minimum bounding box 然后实在不行了 你就只能到这里了 你就是只能自己在这里upload了 然后upload完了 你就可以像我刚才这种 比如说一个 EUA States 比如说像 按照upload完你就有个ID 然后你就可以 使用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 这是一个无解的 就是 他本身的限制 所以你 没办法绕过他那个 他那个限制的 下一个问题是杨家慧 有一个G的问题 虽然使用中止法 筛显原量比较少的影像 成效果比较好 但是在做第一次灾害研究时 营量少的合成影像 同时又忽略了 合成影像 时间范围内发生了灾害事件 这种情况之后 限定时间 更好了 那这个就取决于你这个 取决于你这所需要的这个时间的 就比如说我来说几个 几个例子 比如说你在做 你是做生态的 你是研究这个植被的这个变化了 是吧 那你如果比如说你在北方 那你冬天都 都没有 植被都 那些叶子都没了 那你就限定你 比如说我筛选的数据必须是 筛选 比如说在夏天 比如说就是6到8月份 我只研究这影像 那你可以 筛选的时候 你可以弄一个filter filter里面有一些 比如说给这里给你看一下 它的filter有很多种 你可以filter 比如说 它就限定在6到8月 你其他的影像 你就不需要了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然后应该有个calendar range 比如说这个 然后相当于这个就是说 你我筛选我的时间 我要让它在起始时间 比如说是 6到8月 那你这里就是6 然后 8 然后这个unit 这个 就是month 是吧 所以我这里给你比如说我 你调一下比如说我就用s2 然后 我看有没有这个 比如说 我现在就想筛选这个centino2的这个数据 我这个 弄进来 然后 比如说这个就是 VR就是这个collection 然后这个现在这个是 全球的就整个imitscollection 所以我就说我可以 比如说我就是只需要summer的 这个数据 那你可以就说collection 然后 我这个在python的交易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少了这个ver 所以大家可以去弄 比如说 然后我就filter 然后这里面就是 e-dog filter 然后你看起来 cand range 对吧 然后比如说我就要6月份 到8月份 然后就是 你这个 挑选了这个 单位就是按月 所以就是说这里面出来的 那就是只有6到8一份的 然后比如说 然后我再现在做再做一个 median VR median等于这个 summer 到median 然后呢我就在map layer 当然你可能要设置一下这个 他那个 他那个 visualization那个 那个 那个参数等一下 导备一下 这个还要这么 还要这个他这有个mask cloud 或者我就直接弄这个就行了 试一下看 行不行 然后你这个就把它放成放到这里面 这个我这个没反应 这个还在 还在run的过程中你看这个还没他没出来 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你根据你自己的研究那个 选择 当然你这里再可以还可以再加 加一些其的其他的那个 加一些其他的这个filter 比如说filter data filter bounds 都可以 这个现在是白色的 肯定就是那个值 我刚才这个因为没有用maskcloud 所以他的值应该是很大的值 所以这里面应该是要 换成三万还是多少 对 你看三 三千 那我就划成 划成3000应该就好了 然后如果比如说你是专门做冰雪的 那你可能就是要找冬天的这个 冬天时间那个 那个影像 现在就好了 就出来了 然后这个我们刚才没有挑云的 但是我意思就是说你可以 限定你所需要的这个季节啊 或者是你哪有特定的一周啊 什么这些都可以自己filter 可以看啊 可以用那个 按月 然后这里面还可以 嗯 他这里还有个 Date range contain 不是一个 Tand range 是吧 你可以按 比如说按年 说比如说我指向某一年的 或者你可以 或者你可以精确到时间 比如说 如果是有些卫星 比如说你啊 做这个气象的 你想 弄那个白天的 那你这里可以限制 比如说 啊 比如说啊 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 比如说你做那些暴雨 他就在那个时间段那里就是啊 十二到十四 然后这里就写成那个hour 然后你可以特定的 比如说每一天啊 是你每个月的第几天啊 或者比如说哦 你想你做的研究 比如说你是研究人文的 你想看看人家周末 啊 这个人在哪里逛街 我怎么就 可能没有这个数据 但是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特定比如说 date of the week 比如说我只想 研究 啊 周末的这个观影像 那你就是相当于 day of the week 就是比如说啊 5到7 然后你这个month就换成day of the week 就是你可以 反正有很多 现在有很多 filter可以 啊 供你选择 筛选这些数据 啊 下一个说 加载能加载数地图 但是在Zooping notebook的时候 啊家载会说model note file 然后更新还是爆出 这个呢一般情况下就是你这个 安装的时候有有 也许你没有按照那个步骤你就最好的话 这个就是说一个很经常会出现的这model note file就是 你那个iPad template装的时候有出问题 那这个是一个很 经常都会出现的所以我最开始说 啊 iPad template 他强大但是有时候安装就是会有各种 如果你没有创建一个新的环境 他有时候跟别的包冲突啊或怎么样 最后就会造成这种 说的原因 你去他那个git card里面搜一下 大把这些 好多是model note file的这些 常见的这些问题 所以就是说最好建议就是你重新创建一个新的一个 啊 空的环境 然后你就按我这个安装步骤你重新 你不用去重装那个mini conda 你所需要做的就是重新安装一下 gmail就行了 你就是按这个conda去规约你的名字如果你用过你就换一个 g2或者什么别的名字 然后你按这个步骤完装一般都没有 他conda的好处就是说他 可重复性 就是说我如果在电脑这样装可以的 很大可能性在你电脑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只是在别的环境或者营有的你就只是运行了这一行 很有可能就会出问题 所以一般从一个干净一个fresh的一个 一个环境里面安装的话 一般不太会出现 你说的这个问题 好吧 下一个最后一个 3米收费的日记 你可以跟进你的gmail教训 进行显示和印算吗 这个 有一些是免费的好像是在 市道附近周围的那些 影像是免费的 然后他一有提供我不知道他这里能不能搜索到 Planet 那个就是你要申请的 就这里 你去g1里面搜索在Planet 比如说非洲 一些 南亚中国人是没有的 然后你去点一下 他这里面就是有告诉你怎么用这个数据 这个呢就是 我在书里面提的不是这个书里面那个只是一个basement 是一个basement就是不能用来做印算的 但是GE里面他这个数据是可以做印算的 前提是你要去申请这个 这个不是你 你的账户不是每个账户都能用的 他有一个 你去Google一下叫做 GEPlanet Planet 就是你要建设Planet那个网站申请的 然后你选择一下 你看Google出来之后 用Planet in GE 他是要summit一个application的 我记得是 access 比如说你看access这个basement in GE 然后你点一下这个 这里好像有个signup的 我记得是你要申请才能用的 然后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就可以可以加载了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 然后我打开一下 那下面这里应该有个例子的 是吧 那我这里就可以打开了 这个纸不是全球的 就是只有在吃到周围的 就是他主要是做一些 农业啊 植被或者其他 你在这里面就就可以 好像是不能用了 ss nobfarm 也许是他不能用了 这个因为我用的不多 所以 我换一个 我知道了 因为我这个账户没有申请 我这个账户是没有的 我这账户没有 我这个权限 所以用不了 所以大家可能就跟我一样 你要先去申请 我另外一个账户是可以的 我之前有加载过 nobfarm 不是说nobfarm 就是你的 其实是你的用户没有权限 去用这个数据 嗯 有漏掉什么问题吗 那个刚才说那个环境说你是新创建的 嗯 那我这个就不知道这个其实跟 还有一个你还有一个情况你可以你可以 试一下这个他有说那个 modefarm 那个问题呢 你可以通过这个解决 我看一下 installation 他是有个命令行的 我把那个发在这里 你去试一试 你就copy这行 你在你那个 conda 那个那个命令行那里 你就就打住这个 然后你重启 然后你重启 关掉那个命令行里你再打开 然后再试一试有时候就解决了 就这个是一个以前有时候也会遇到 你试一下这个 你试一下这个 这一行呢你可以在Ruby的楼部运行也可以 或者你在那个 anaconda problem里面运行就activate 或者你在这里面也可以 然后在前面前面加个 加个感叹号 然后你就运行完就 restart那个kono有时候就可以了 或者你就是 我看一下这个 Ruby的lab extension list 对或者你可以运行一下这个 这个命令行 这个命令行呢 如果你在这里面有写的这个ipy 我看这里有没有ipy 就是你这个里面 如果他写的是不ok的话 那你就是你就是用不了 这个必须是显示这里是enable ok 你的安装就是没问题 如果是不ok那你是用不了 然后如果实在是你搞不定呢 那你就是用那个folium 那个folium 那个protein protein就没有功能那么强大 但是加载地图啊什么那些都没问题 就是 implegmap.folium gmap 就一样了 就你弄完这个之后呢 然后就同样的map等于 gmap 这个 这个就保证没问题 这个安装基本上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就只要你安装了 就可以用了 所以你可以去试试这个 实在不行了 就是说你搞不定的 那你就先用这个先顶的 然后这个同样的 这个也是可以add layer 比如说map.add layer 就是你任何g里面那些图层 都是可以加载的 比如说 我给你看一下 比如说我换一下 我看一下 我换一个 比如说 嗯 嗯 或者弄个srtm 这个速度很慢 没有 比如说我就把我这个 就只需要这个数据 我看看 试一下 我到这里 然后 比如说 我要input 1 你们基本上可以了 就是说加载图层啊 那些行为那都是一样的 所以 如果你搞不定 你就是用这个方法也行 只是说你没有那些按钮 就是比如左上角搜索啊 右上角那些 你就是用不了了 你就是可以加载图层 他现在 是单向的 ipylib是双向的 但是现在就说 我这个图层一旦生成之后 你就是 没了 你就是你 你也在 做不了任何改变了 就是你只能除了放大缩小 你 你就没了 但是如果是 ipylib的话 你是可以 去删除那些图层的 比如说我现在给你做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把它换成 我换成这个ipy 现在这个是ipylib 然后你我运行 你看这个是 这个图是不一样的 现在这有个按钮 有些这 这个图层的是可以修改 你注意看 med.layer 比如说 现在我知道这里面 这个图里面有好几个图层 所以比如说我现在想 移除某一个图层的话 我可以直接 比如说 map.layers 等于map.layers 然后比如说我这里 弄-1 -1的就是说 现在减掉1 就是减到你最 最上面那层 大家注意看 我这样运行的话 上面那个 那个dm应该就没了 就是 你可以动态修改了 如果是folio 的话就是死的 一个图一旦生成了 是什么样子 又什么样子 你 除非你重新打开 重新乱一遍 不然那个图是不能做 就能修改 它这个可以很多其他的功能的 比如说我还可以 我还可以清除掉我图上的所有这些按钮 干嘛 就是最简单 比如说 map.clear control 或者clear layer 也可以 你要clear controls 或者我可以把所有的这些按钮我先去掉 然后你看是吧 没了吧 那钱都没了 然后还可以比如说 map.clear layers 是吧 现在变成空白 所以就说它是一个很灵活的一个包 但是就是说有时候会出问题 就安装你用不了 好吧 好吧好像没问题了 还有什么 呃问题可以继续问呢 吴老师你好 我没人问我 我问一个可以 就是我想我想问您就是这些数据集 他很多很多除了在那个 呃 google earth engine那个catalog里面去看 如果是我想去 出很快的了解一些什么产品他有什么 呃你他是有什么服务 呃有什么那个很简单的 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服务什么 我没听清楚你最后说了 吴老师就是我想大概的了解整体的这个数据集 他有哪一些 呃 呃就是他到底有哪一些怎么说的就是 呃就是我想整体的了解一下 但是就不是非常的熟悉 因为不是学地理这一块了吗 这些对那你就是你就是看一下这个这个大概是列别吗 他这里他这里还有个你看进去 中文他还有一个啊有个叫tag 我那不知道那个 那个呃 中文怎么那另外一个你不行你看这个 我认为gdata set list giphar 啊对这个呃 对就就这个这个可以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整个列表他这个是 啊好像每天还是每每每几天他会自动run一次 然后你看这里面有整个就是他记忆里面所有的 啊所有的dataset的这个列表啊 你看 有 有这个id有这个provider 然后应该不只是啊 不止两个的应该是有个 我啊 呃 应该有好多列的 我把这个下载下来给你看一下 就是一个csb然后他但是他里面还有很多 每个数据集叫什么名字啊 然后在哪里啊那些基本的这个信息 啊他里面都有的 我把这个打开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你看有这个id比如说他这个 就是相当于那个那个身份证号码是什么 你看这里面有 你往下拉大概应该是800多个 我记得是 我现在已经超过900了 所以他就是923个 啊 然后你看这个是哪个哪个单位提供的 你看NASA或者USGS或者不同的这个地方 然后在这个title是叫什么title 就是现在你在那个 G那个网站上 然后start day end day start year end year 然后这个tag 然后这个 SEYL 然后包括他这个thumbnail就是那个缩略图 所以这里都是啊 现在一个汇总就不会像这个 像你这个网站里面看的好像很多 你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好 在这里面 他就是有很多 但是 如果你是想快速的 查看一下整个列表的话 你就是用我刚才发的那个链接 大家可以去 可以去看他这个是不不断的更新的 所以你在emap里面其实搜索的时候是 是通过这个这个搜索 有点类似就是在这个csv里面搜索 你对应的大方那些关键字的 或者你的你的你的或者就是你的title里面 或者就是你这个 你这个text里面 你大方比如说我们刚才搜索population 其实是来这里面搜索一下 然后把这个对应的这个id找出来 然后找出来之后你就可以获取他所有的信息 包括他这个thumbnail或者什么 比如说我再回到刚才这个 回到这个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回到我刚才这个nobu 是吧 然后我再 创建一个空的这个地图 是吧 然后比如说我在这里搜索 Elevation 其实就是 就是通过那个 那个csv去搜索 你看这里就列出来了 这些 然后下面这个比如说这个是title 这个是刚才我说的start day end day 然后这个是他的id 然后这个比如说这个是他的url 这个是他那个sumnail 都是来自于这个表的 所以 大家如果想看他背后的那些东西可以 下载这个表 好的 谢谢我老师 那个我想还想问一个就是 他这个dm 他比如说有0.5米的面率的 还有一些11米的 他这个 可可信度 大概有多高 你知道 这个就零点几米那个是不少数份国家的 那个不是全球的 全球的话 在11米是最高只有30米 但是美国的话 他比如说要1米的 有10米的 有30米的 这些说所谓的可信度 这个根基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那个数据就是来自那个数据员 他只是把它弄进来来给大家用 所以 如果你想看那个精度或者你想做比较 那你就去找那些 数据员的出处 他其实他他机里面他没有做任何修改 他就是 原样是什么 他就弄进来 他给你给你用而已 所以你可以看一些论文 他有很多别的论文也有 评估一个 这dm的 然后我前阵子有看到一个叫 一个叫awesome dm 应该是 start 就是他有收集了全球很多dm的一个东西 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 在各种全球各种dm 然后论文包括的 分辨率 大家如果敢进去也可以去 去看一看 你所以所以就是说你的问题就是跟一没关的 其实 就是 数据员的问题 对的好谢谢我老师 我去看一下您这个这个里面 谢谢 谢谢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审贝贝什么情况下直接在机里面运行代码什么情况下在zoopy的 加机面 再加执行代码 我看你有时候直接打 开始机 开始敲代码 那个是因为我 我在linux 里面可以就现在一个 啊 现在一个有个 sort cut 这个就是 怎么讲呢 就是一个 有点类似处理 就是现在 我以前在我一些教程里面 我直接打 GE 那是因为他里面 我那个电脑里面设置的 就GE 现在就是运行 Conda Activate GE 类似这个意思 比如说我就打 这里肯定不行了 因为我没有 啊 没有没有设置那个 现在就是 Conda Activate GE 其实我打在那个视频里面打这个 其实 就是代表这个 啊 但是在linux linux 下面呢 可以有那些很方便的 我这里我看我能不能给你 我看能不能给你演示一下 其实我应该有 我下面这里其实应该有这个 啊 linux的 我应该有装了这个linux的 这个 你看这个 呃 我我这里面有 你看比如说 我装了这个arch linux 然后呢这个arch linux 其实是在这里面下 你看这里面就 我下面这里就有的 所以你用linux 运行那个环境的时候 他会去找你下面这个啊你的用户 下面这里那个home 下面有一个 名字 然后有个bassrc 这个bassrc里面的这个文件呢 这里面就是可以 设置你那些 就像那就是短命令行 所以我给你可以现在给你看一下 但是我那个 那个 YouTube上有教大家怎么安装这些linux呢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我一回 你说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打这个 GE是吧 其实他找不到这个命令行了 就是因为你现在还没有 所以你所需要做的你就是 比如说我就打开这个 然后 你可以用记事本打开 或者用用 啥打开都可以 比如说我就 nope 这个呢就像那你你运行所有命令行的时候 这个有点类似于你有个环境变量或者什么 我就打开这里 然后其实我在这里面就可以 相当于 打一个alias 现在就是一个 类似说看然后 g 等于 然后比如说 honda 我不确定我这里面有没有装空的 我看 这些的好处就是说特别是你运行一些命令啊要打很长啊 其实我可以把它弄成一个简写的然后就相当于运行的这个所以大家看 不过我不确定我这里面有没有 有没有安装这个 这个 没有有个geo 所以比如说我就可以说弄成geo geo 然后这个geo什么都没关系的 所以就ctrl s 保存之后呢 然后我重新打开一下 你注意看我 重新打开我这个 然后比如说我 ge 你看了没 现在我现在就是运行我打开这个命令我刚才打的时候还没设置这个是不行 你看现在我就是直接打geo然后就可以了算 然后然后我可以猜卡zupiter 当然我 我也可以再设一个 我同样的我在notepad 这个就是说对你编程啊特别是打命令啊你想不想打那么多 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然后比如说这里 alys alys 然后等于比如说我就打一个lab 等于zupiterlab 就是代替这个lab代替你zupiter 然后同样你在这里再看 然后我这个把这个关掉 然后你这里可以叫做source bassrc 或者我直接关了再打开就可以了 你看 然后我就比如说现在我要打开zupiter 不就这样 我在教程里面移移移移然后比如说lab 啊 对吧 然后你这里面就可以 这个打开就完了 就是说不同的 现在不同的方式吧 如果你 你习惯的话 也可以可以这样弄 就是会编程会跨量多 不用打那么多代码 然后呢 你如果想看你可以去我那个 YouTube里面我忘记是是哪几个了 有一个应该是windows这个list 对这里面教你比如说怎么安装这个windows 然后怎么安装在linux 如果去感兴趣我去看这个对特别是对那些 有些软件在windows里面很难抓的 只有在linux才可以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像那里我在windows里面也可以用到 Linux相关的这个东西 因为我平时是很少用这个windows这个操作系统的 基本上都用linux 因为只是因为这个腾讯这个软件 它不支持这个linux 所以我才会一般才会用这个开会的时候才会用 而且这个好处呢 我还在吗还有人听到吗 可以的 它的好处就是说你可以做很多批处 现在我一行这里其实我刚才说的这个不只是说代替一个可以可以一连串的这个 一连串的这个这个命令好像可以一次运行的 所以我可以打几个字就可以运行一大串 所以比如说我平时在开发这个 e-mail软件包的时候我很多时候需要测试 我要确保我这个包弄完之后 在所有操作系统都能用 所以我经常需要创建一个新的环境 然后安装那些软件包 其实所有东西我就是只要打两三个字母 就一次性就完成了 就所有东西都是自动的 就不用我每次都是手动 我要空大activate 空大create 什么我比如说我再给你看一下 所以这个Linux是对编程度 就是如果你熟悉的话可以特别强大 比如说我就是可以Alias 然后比如说我就弄一个比如说test 然后这里面你可以写很多 比如说condacreate 然后比如说an 然后比如说我就测试一个叫test 然后你可以一个这样的两个等号 然后再接着比如说condaactivate 然后比如说test 然后比如说你在接着 然后比如说conda install conda force 然后比如说这个mamba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你可以运行很多命令行一起 然后你所需要打的就这几个 所以我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个关了 然后重开一下 然后现在你看我只要打这个test 我这里有这个打错词了 alias 关一下重开一下 然后打test 当然这个我这里应该是要 要弄一个分号y 就是现在你就不用交互了 他就自动默认帮你接接 就是我再弄一下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然后大家看一下 我就打一个test 然后不用管了 你就是那边看着 就不像你说我需要 你看这全部给你自动安装了 不像我说的 在我们上课的时候给你说一步一步 那些就是说 对转件开发的话你很繁琐 你每次都要手动的话 所以就是说如果你用这个linux 或者windows还没那么方便 你看所有东西都是自动 现在帮你安装吗 把所有东西搞定 你看完成了 不需要你自己再去手动搞那么多东西 对 行吧 差不多就这些 总的这个大家感兴趣可以 后面去探索一下 linux是非常强大 好像四五年 四五年才开始用了 然后后面就很少用这个windows 这个操作系统的 好像很啊还有其他问题吗 嗯还有一下 中国南方地域的失败 但是有 他的同性是阿尔博斯串呢 导致Gmap会有影响吗 应该不影响 就只要 啊 Gopen的他能识别的啊 Gmap会自动帮你转成啊 啊 经纬度就WGS84 你可以试试 我不保证 但是如果 正常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除非你那个太特殊 呃有可能不行 如果实在不行 你是自己先转好 你用ArcGIS或者你其他软件 你把它先转成那个啊啊 晶纬度了 然后你再导入就可以了 行吧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就明天在 他家里面的 第一个是说 主币的Lib里面那个 Tab和Shift的快捷键用不了 这个 有可能是跟你那个 但是按理应该不会 这个有可能是跟你其他的快捷键冲突 还是什么 我看你这里能不能 嗯 嗯 能不能看你这里是什么 ShiftTab我我试一下 我这里是可以的 你看这里我按下ShiftTab的话就有了 然后 嗯 如果是点的话 比如说点然后按这个Tab啊 这些都没问题 如果不行 你可以去看一下你这个Settings 这里面应该是有个 XA的应该有个哪里有个地方可以 可以设置那个 键盘的这个快捷方式啊 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试一下你创建一个新的一个 创建一个新的环境 然后重新试一下看行不行 后面有个同学刘家 原人说试一下P install那个 GNU read line 这样Tab就可以关了 然后先了 我是没有用过这个 但是我是一般装完自动就有了 所以我不知道 是很多人有这个问题吗 还是只是 一个人的问题 因为我用过这么久好像从来没遇到过 那个Lab 这个呢 在Zupiter 在那个 在Google Colab里面啊 是有一点不一样 Google Colab的话 是用control space 不是用这个 不过这里没有安装这个包 比如说你给我 我再加一个比如说 Google import Google Colab 不是用这个 不是用那个Tab那个键的 是用 没有说OS 你看不能用Tab Zupiter Google Colab里面 是用个control加空格 control space 如果我们是在Zupiter Lab里面的话 是 你看 import OS OS Tab 就是可以了 Tab 所以这两个是有点气费 这个是control space 就出来了 比如说OS Path ABS 它有时候你不按它自动也出来了 所以也可以 然后呢 这个 一样的 就是在Zupiter 在Google Colab里面 两个都可以用control space 然后这个应该是我看 shift tab好像不行 我不记得那个快捷键是啥了 就是把你整个那个help documentation shift tab 不是 我找一下 我之前有写过一个block 是写那个快捷键的那个 啊 具体我忘记是什么时候了啊 对这个 google collect 然后run sale sale 我这里面没有 在这些 忘记自己哪个了啊 本来你就会按这个先按那个control space 打开那个help documentation 看下一个问题 呃 陈子豪说想提起一个facial collection数据的某一字段的所有值 能否通过这个get来get所有值 啊 我换成aggregate 反而double的效果 我不确定你什么意思啊 这个这个如果你想 某个字段所有的值 是必须是用这个 呃是需要用那个 aggregate aggregate 就是取你所有的 当然如果你也可以啊 通过啊 G的函数有个 啊 我给你演示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这个 啊 我们之前比如说第三章里面讲的 我给你看一下 下载一下 就是有有好几种方法你可以 可以获取到那数据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 嗯 我看我之前那个国家那个数据在哪 country 嗯 有没有 啊这个没有的话我可以 直接用这个这个给你演示一下 然后比如说我这个satify他这个 啊 然后比如说是现在我在 在zmap下面然后 然后 examples 然后data 然后country 然后 当然你这个可以你直接用g里面的实量数据也可以 我是说我现在我可以把比如说我把这个 啊 gmap book啊 satify 就e 然后把它转成一个feature collection 然后你就是可比如说你这样打出来的话比如说第一个你可以这样就是啊 用这个agri 你给a 然后比如说你要找出所有的名字比如说name 然后你看一下这个 doge info 啊应该就给或者比如说你看每个大美国那个每个国家你看每个国家名字会出来吗 就这样就是一个一个例子 你就一下子可以把它全部提起出来啊 这是其中一个方法啊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把 嗯 把这个feature collection转成一个啊 data frame 但是前提就是说你这个feature collection不是很大的你如果你很大的话就转不了啊 如果是比较小的话你就可以这样df等于这个 gmap.ee to df 啊或者gdf也可以 然后你就比如说feature collection 啊虽然我刚才这个是用这个satify转成的feature collection 但是这个它是用于任何啊feature collection 然后他就是把你的feature collection整个属性表 啊 获取出来 然后你自己看一下 他这个现在就是类似的打开这个属性表 然后你看 这就整个表出来了吗 所以说你想获取某一个字段的所有字 比如说我想获取这个 这个name那你就是这个就是现在就换成那个pandas data frame 所以啊如果你对这个熟悉的话你就直接df 然后就这样 name啊这个也可以获取整个的 这就不只是这个字段 不会是可以想获取这个 啊人口比如说popext 比如说ppopopopext是吧 就整个所有的人口都每个国家人口 然后这个你来做印算不可以 我可以计算一下它的总人口 比如说你现在现在是啊七十 啊七十多个亿是吧 你看就是你可以做很多印算的啊 但是就是说你这个不要你这个facial collection 不要太大啊 不要超过它那个收的限制啊就可以了 然后我看你这个图是什么 fc.agree agree 你这个我看你这个数据是不是 你那数据筛选可能你那筛选就有问题了 我不太 我的不太认为是你这个问题 因为你这里 fc.agree 你这个例子是在第几章的我看一下 第三章吗 还是第第几章我看 在第三章那我看一下这个 看一下这个例子 fc.agree 应该在 在这里 fills not defined 那我先试一下这个 对吧那我就先看一下fc.agree 它第一个 然后你先看一下第一个它里面有什么 有什么属性 然后这个fills not defined 然后这个fills not defined 对它是有这个 所以应该是没问题的 我就 弄一下这里 fc.agree 然后 就是fills not defined 然后 但是它这里面可能很多 哎我没问题你看 我们出来了 有可能是你代码里面你 你 或许你把那个变量已经给你overwrite了 你有别的代码 然后这或许完就可以这样了 你看就是 全部一下子都出来了 然后这很多重复的吗 很多重复呢 如果你想去掉重复呢 你可以这样就是 嗯 嗯 因为它这个出来是一个lease 然后它有个函数 应该是有个distinct distinct 就是相当于把你这个里面重复的去掉 然后再获取 啊 哎 di tin 应该是tinct 你看出来就是一下子会把所有的这个全部 弄出来 所以你可以去试一下 你就按我刚才那些代码你运行肯定没问题 除非你之前运行的别的call block把你这个fc 覆盖掉了 那就那就是有问题 好吧 呃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gmail添加了一期那些30米的这个 ndbr好久才能显示出来 一说半还要加载好久 G1不是自动调整吗 我 你这你说的这个30米的ntbr是指G1的数据吗 还是你本地的 数据 呃一般的话是如果是G1的话那就是肯定是你网络的问题 啊 或者是你那个转件不太好用 啊 一般的话不需要很久的那个你加载影像都是很 啊很快的事情 你看我比如说我 嗯换一个哪一个可以 或者我们之前就说你可以做 加载那些全球的各啊筛选各种数据啊 啊都都是很快的不会 比如说我给你看一下这个比如说这个是全 啊整个那个 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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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算是有点慢的了就是啊正常的话应该是很快你看你我收放一下 嗯 这个 啊是ntvi还是什么没关系就是原始影像你看 如果你慢的话应该是都慢的不只是啊 你计算过程中生成了影像可能稍微慢一点 但是如果是原始影像的话一般就是很快的啊 不会需要说你要等很久 啊也有可能他有说网络的问题也有可能他收尾的问题 但是 不至于说你要要等得非常久那种 啊不需要到你本地的内存的 你要你把它想像从你是我们现在用GEE啊 就跟你浏览谷歌地图是一样的道理的 他只是一个 啊你的东西是不会 下载大数量到你电脑就是打开谷歌地图你放大缩小 跟你用那个Google Earth是一模一样的道理所有的GEE的图层都是一个web service 他背后的其实就是下载那些png到你本地电脑 如果你真想 比如说你你你你去 如果你真想说看一下这里到底是个 啊什么的话我给你给你看看这里是什么意思 就说GEE的图层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我给你看一下map.layers 啊这里应该是最后一个 图一 诶 你可以看看 其实我们现在加载的这个 比如说全球的这个Sentino2的这个数据 它就是相当于GEE里面它是中国印算完之后呢 它是给你这个链接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链接加载到我们地图上 啊它不是说整个数据的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 Earth Engine Google API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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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gacy 后面这一串呢就是相当于你看这个这个链接呢 跟我们那个 嗯 跟那谷歌地图那个链接啊是类似的 就是后面就是一个XYE干嘛 现在就是通过你这个这是一个web service 你放大缩小的时候它再获取那个那个 那个图层 而不是说整个影像就像一个GOT 整个把你啊下载下来那个那个啊 那个意思 这个跟我们第二章的时候介绍那个 呃加载这个basemap的时候 你看看这个这个图层 比如说这个呢 这个图层就是谷歌地图的出称 所以啊为什么你能在那个gmap里面 你能看到那些地图呢 其实我们也是调用这个函数 背后其实就是add tile layer 然后就是把我们刚才那个UIL加进去就行了 比如说我这里给你复制过来 给你看一下这个到底是 嗯 背后就说这个是怎么运行的 其实你看这个这个加载 这个其实就是加载谷歌的地图 所以我们所需要做的其实就是 只是把这个链接啊 或者说我们啊 哦你运行一下 当然我们没有放大到啊 其中哪个地方 这个可能你要稍微等一下 因为你在你如果你是说放到你没 放大过的地方 他有时候要隔一会 他的图层才出来 你看已经出来了 是吧 所以其实就是 背后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加载图层的时候 只是说 我把它简化了 就变成这个 map to add layer 然后你就加载这个图层 啊 其实他这个所有背后呢 就是去产生这个 EYL 然后把这个EYL 当成一个图层 加载这个地图上 这里面呢 你看这里就没有用到 机器的东西了 其实这个图层呢 一一产生 这个图层之后呢 是任何人都可以用的 但是他有个缺点 就是说这个图层 好像过大概一两天 他就不能用了 现在一两天之后 你那个要重新授权 这个图层就是你加载之后 你过两天再加载 他就变成一个空白了 就是就是就是 那个图层就没了 啊但是你还是可以可以加 你看就是一个空白的图层 所以所有EY的产生的图层 都是都是只有一两天有有效期的 所以下次你重新打开的时候 你要重新运行一下 你那个代码啊 才能加它进来了 然后所有的都这个就是 你产生啊 所有的机器的图层 啊除了这个之后呢 除了这个之外呢 你还可以通过这个方式 就是 zemap.1 为什么这个不行 1 zemap.1 zemap 有交易 货带 почему oh 我这里写错了 zemap 然后呢 其实你就是我比如说 把我刚才这几个行的这个函数 传递进去 这个 zemap.2 zemap.1 和these 那个所有参数是一样的 然后你看 这个出来在这里是空白的 它这个其实它是一个 Tile layer的object 所以比如说你再加个UIL 它就产生 然后你仔细看 我们每次运行的时候 这个Tile layer 其实它的地址是变的 你看现在就 我们刚才最开始是这个 现在变成这个 但是它的格式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Map 只是后面这个你看 一长穿这不穿 它换了 但是它实际上 这个就是一个Tile survey 这个就是你把它当成 谷歌地图的这个web survey 就对了 有点类似 就是说你在浏览 比如说你在浏览 谷歌地图的时候 然后比如说是卫星图 然后笔图干嘛 其实我们 其实后台呢 就是浏览器 浏览器在 根据一个链接 然后你浏览器放大缩小的时候 是向这个谷歌 发生那个请求的 然后它再把那个 这个影像给你传递回来 然后你再显示在你电脑上 所以跟我们这个用iPad Libre 是一模一样的道理 背后的基底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为什么我们能用这个机 然后能在你电脑上显示 其实都是发送一个请求 就是你放大了 再发送一个请求 然后它返回来 然后再显示 你缩小了 你移动了 或者怎么样 都是同样的道理 然后如果你重新运行一下代码 它这个又变了 你就把谷歌的机翼强项成 它一个很大很强大的一个网页服务器 然后呢 用户发送请求 它就把那个链接给你 然后你就显示在你这个地图上 一样的 你在JavaScript Co-editor里面 其实也是一样 只是说你没有 它背后没有去看到这个链接 但是实际上它用的是一样的东西 好吧 那还有啥别的问题 然后如果就说大家感兴趣 你可以看 比如说那个链面里面的那个 啊代码 你可以看 这里没有 我在那个 链盘 比如说所有的函数啊 你可以感兴趣 你可以看背后 比如说我们我刚才讲的这个 嗯 gmap里面那些加的载图层的代码 你可以看比如说z里面 然后你就control f 然后你就add 比如说add layer 这个 其实就是这个函数 你看 就背后 啊就现在就是我们map.add layer那个函数 啊就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其实就是它的另外一个名字 就是add e layer 然后你去看一下这个 就是说整个函数里面 就给一个object可视化参数 然后图层名字 要不要显示 opacity 然后后面前面就是这些判断你这个那个 啊你这个图层这个object合不合法 然后你有没有就是wiz啊这些可视化参数 然后最后最关键的就是 呃就是这个 e image 然后 呃就背后其实就调用这个 然后有了这个字典之后呢 你就可以调用就可以查询到 他那个UIL 现在你你我要这个影像 我想要怎么可视化 然后就是用了这个之后呢 谷歌那个机就会给你仿环成一个字典 然后这个字典里面就包含那个UIL 然后我现在就获取这个UIL 然后最后把它组成一个iPad leaflet 他那个图层所需要的就是构建这个图层 然后呢就把这个图层加到电脑啊 后面这些其他的其实不是很重要 然后比如说我再给你看一下就是说具体这个操作 是什么样子现在其实呃其实就是这样的 gmap都e都img我们这个是不是叫image 对叫image 然后这个vih就是你可视化的参数 我把它转成vih 然后你呃你看是不是 然后这个呢 啊这个呢就是现在你看这个回绑回 绑回来就是一个字典 然后字典里面就有这个mapID啊 这个token啊 然后有这个啊他又飞车 然后你看一下呃其实我们就用的就是了 他其实这个字典里面 然后他有这个UIL format啊现在就是获取他这个UIL 所以你你返回到这里来看一下 嗯 嗯这个我们你要把这个保存成一个变量 然后你现在反而回回到这个是不是就跟我刚才说的其实是呃一模一样的道理 我我刚才或者你看这个格式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的目的最后这个以外就是这个地址有时候呢 然后呢你就可以把这个TILEAR加载到那个这个图层啊图层里面 所以就是说他第一他给他提供这个功能 就相当于你自己说OK 你你然后你想要什么数据告诉我你想要什么可视化告诉我 然后我给你一个链接啊 有了那个链接之后你就可以加到你那个地图里面 这个链接应该是不只是这个啊不只是这个iPad Libre 你也可以加到QGS或者其他的我看一下我自己对我有QGS我试一下看行不行 他这个其实就叫做XYGTILEAR就是一个啊XYG的这个图层 然后只要你这个你的GS的转件你如果啊有这个功能能加着这些图层的话 你就可以把那个图层加进来 比如说我这个现在冲建一个新的啊冲建一个新的图层 然后我这个加进来 然后你应该是可以用这个啊LAYER AID LAYER 然后应该是XYG LAYER 这个不对 DATA SOUCHES 对 然后比如说NEW 然后比如说这个我是E 然后你就点一下这个UIA 咦不对 嗯 回到这里 然后我复制一下这个 就我们刚刚新生成的这个UIO 这个我没试过不确定行不行但是应该说原理是就是 一样的然后你OK 然后 然后close 我这个刚才我弄弄错了不是这个 再弄一下LAYER XYG LAYER 然后啊 NEO 然后比如说这个是GE 然后这个 哎 我在这里然后 啊 哦 稍等一下 我不确定这个行不行 按理应该是可以的 啊 如果不行就是有可能那个格式需要 啊 转换一下但是我认为应该是 可以加载的 稍稍等一下我们再等待一下看有没有别的问题 先回答 然后下一个问题说 啊GE和Gmap有什么差别 GE就是一个平台的Gmap就是建在这个GE的基础上 然后把很多东西简化更容易啊 更容易用 有点类似于 啊 什么比例呢现在就二次开发吧就是这个 GE他提供比如说在Python里面他只提供一些 你把想象他有很多数据他可以提供 那些计算 但是呢他 没有 可视化的功能你显示不了那数据你不能在地图上动态显示 然后Gmap就给你提供很多功能 啊 你可以就说你如果想看哪些功能是GE的哪些功能是Gmap的 所有的就是在用GE面开头的 就是 就是GE的东西 所有用11点开头了 就是 啊 啊 G的东西 所以这些比如说这些这些不是我写的 但是呢所有在Gmap的点下面的 比如说Map.setCenter啊 Atlay啊 啊 啊 CenterObject啊就所有就是在这比如说这个Map或者在Map下面的所有都是 啊我我实现了我写的 但是如果就是说数据的话是直接调用这个 啊 G里面的东西所以一点什么东西 他就所有都是服务系统的对象就是啊 G里面他引有的 然后最简单的就是相当于我在上面 提供了很多新的功能 然后但是你做计算的时候很多东西还是用 在G里面他那个 啊 那个平台里面的一些计算的这个能力就说不是我那些不是我 啊 现在我就是帮你怎么 更好的用那些数据然后 做那些印算然后把数据显示出来 啊 你如果你感兴趣去看一下那些代码 比如说 如果没有Gmail的话你去在Python里面 用G的话是很费劲的你可以做印算啊你可以怎么样 但最后你啥看不到你要弄要显示个数据 啊 要要发很大的功夫你看光是这个 光是这个Gmail里面这是一个其中一个模块你看这里面有 有多行代码 7000多行代码但里面这是其中一个还有好多模块比如说 comments里面给你 啊有很多那些帮你计算的就是比如说计算最大值啊最小值啊各种 你看这个多少行代码 12000行代码所以这是 里面有很多函数可以节省你很多时间的包括dataset啊 自动转换呢 包括folian啊你可以包机器学习啊 就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模块如果 你对这个 他的基地比较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那个 原代码 下一个说帮助网站中revens的coeditor里面的方法只是jrcoding 还python不能用吗 看里面 其实 我之前有提到过 机里面 jrsquare python 就是在纯计算那方面 所以就是11点开头的 基本上没有任何差别 90几是 一模一样的你可以看比如说revens 然后你看一下这里面比如jrsquare python你看 是一样的这个函数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就是说 我在 我在 我在机里面这里写函数 比如说 或者 或者 比如说你 11点什么 那些那些其实就是jrsquare python是一样的比如说你在派手里面也是1.phys collection 你在javascript里面 也是这个只是说你 前面加了个vr 如果你是在javascript里面 但是 这个vr这个是 javascript的东西 这个这个是 基于那个api的东西 所以他api就是调用函数是 一模一样的 你看这个 就所有函数都是通用的 只有在coeditor里面这些是coeditor javascript独有的 但是大多数呢 两者之间是通用的 所以你会javascript 你就会用python 基本上 但是 中间可能有一些就是说 python独有的 比如说像这个map等于emap.map 你这个你在javascript里面用不了 但是这些都可以的 比如说 这些所有的 现在通用了 只是说你 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个 你复制一下 你到javascript里面弄一下 你就当时你要稍微稍微改一下 vr 干嘛什么vr 就是定义的变量会 稍微有点区别 那是 那是javascript的语法的东西 但是实际上 你javascript python都是调用这些 这个叫api 就是他记忆的api 所以是一模一样的 你如果用了很久 你用python 基本上应该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难度 这就是我说的 为什么 我能自动帮 把javascript转成python 就是 昨天讲的 点一下 就是因为它有些规律的 基本上因为这两者基本上就是 相近类似的 除了那些界面的东西 你可以直接用javascript 你可以直接用javascript 用python也可以用python 下一个问题 说直接导致多年的影像 动态图的网站之后 还有机会在使用吗 是可以在使用那个网站你可以去 它有时候会挂掉 但是重启一下我一般就可以说 zio 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好放心不行 貌似还是可以的 你可以去点一下 就是可以 左边这里 这个 我第一节课以后讲 这里就可以生成了吗 然后比如说你就 写一下你要的卫星啊 然后 然后你就是写一下你这个要的区域啊 比如说 香港啊 什么然后你就是调一下参数啊 多快啊 要起始和 结束年份啊 然后就按一下 进不上就可以了 就是不需要编程 但是背后呢 也是掉那些函数 然后 我们 最后一节课的时候也会讲一下就是怎么 你如果想用代码的话 这个就是在第 第九章里面 教你生成这些不同 各种各样的卫星的这个 动态 你看比如说这个lenset啊 其实就是背后就是调用这个代码 就一行代码 其实就搞定了 就是用这个gmap lenset timelapse 然后你传递一个ry 存到哪里 然后起始结束 波段 就是这些都可以调用了 背后都有函数可以用了 你看会出来了 然后这个就是 比如说香港那个 机场那个那个 那个变化从1980年到现在 然后你可以下载成这个 gf或者这个 mp4也可以 你就是右键一下 右键一下 然后把这个save image 这个save到你电脑 同样的这个mp4 就是save video 然后就可以保存到你这个 电脑里面 嗯 下一个 这个是什么 哦对就是这个就是可以是可以用的你可以去 下一个问题 是否有相关的网站可以查清g或gmap处理工具的函数类似 啊 asave 查清appi的函数网站 啊 g的不就是刚才说的这个 这个不就是可以查存他所有就是在他这个 api的documentation你可以去查清 然后如果你想查清这个gmap的话就是 gmap的网站 然后这个网站的左边这里有个 啊 api reference 然后这里面比如说就是每个模块的函数 比如说我想看一下 啊 gmap 就是ipede的那个模块 然后你就看一下这个比如说add layer add layer这个函数这个函数的 参数啊 然后每个参数里面的在他的类型啊 他的描述啊然后是不是必须的这里面都有 然后你也可以看一下这个代码 就是他函数的原代码你看一下 比如在这个网站上你可以 直接就可以查询了就是任何 任何函数 然后这里面也有个这个 这里有个链接的比如说我就复制一下然后把这个发给你 你可以打开 你就可以直接链接到你网上当然你这里可以 直接可以查询比如说 add add layer 对吧 然后你搜索一下比如gmail里面有这些有不同的模块 每个函数每个每个那个module里面他有信息都有这个 然后你点一下 12 more 然后比如说这有个add layer add timeslider 比如说我们昨天讲这个add timeslider这个函数 你点一下 他就跳转了 跳转完你就可以看这个 所谓的这个参数 然后每个函数的详细的这个解释 然后你就是可以看这个原代码 就是这个 背后这个 这这个函数 比如说你看这个add timeslider 这个函数背后的这个 原代码 你看这个 看着好像很简单 其实那背后你看这里有 上百行的这个代码 就是这个这个函数 如果你不看你可以直接在这里面也可以看的嘛 就是 map 就是map.add timeslider 然后你这里面就是在键盘里面按shift 其实是一样的你这里面这些 帮助文档就是那参数的帮助文档 跟这个网站上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说如果你想看原代码的话 你就必须是这个 zmap这个网站上 查 然后这个网站的其实就是也是在代码里面自动生成了 就相当于 这是我写的代码 然后你代码里面有这些注释 他就自动帮你把这些提出来 比如说我给你再看一看刚才这个 讲的 比如说 ad timeslider 是吧 你看这个就是这个 这是我写的函数 然后我编程的时候 我就把这些所有的注释 就是你写清楚 比如说这个是你的这个函数的这个 这个 简介 简介 然后这是每个参数的对应的这个 类型啊干嘛的 然后但是你要进行这个一定的规范 比如说这个是用谷歌那个 它的规范 然后我这个 写完之后了这个zmap这个网站会自动 自动 这个是自动生成的这个网站就像这些 模具有这些 不是我 不是我手东西 这个网站不是我手东西生成的 所有都是自动化 相当于 这个函数会自动读起 我刚才写那些 比如说 都是自动根据我函数里面写好那些文本 然后他生成这个 这个网站 我之前也有那个视频里面也有教大家 不是这个就是说 YouTube里面也有教大家怎么去 建这些网站 他背后就是用了一个叫 MKDocs 就是这个 然后现在你就把你这个网站的那个架构 你弄好 比如说这个 Documentation 包括这些API 就是把你的目录 建好了 然后最后你那个网站 我 这个 Push到GitHub 他就会自动生成这个网站 然后就是deploy 不然的话手东西弄这个要花很多时间 你看 现在这个网站比如说我修改之后 你看每次 每次修改之后 他就你看这个 绿色的这个 这个勾勾 这里有个 Docs 现在就是说 我这个 我把改变之后放到GitHub之后 他会自动根据我这里面 我需要的流程 他会自动把你生成这个网站 然后在网站生成之后呢 就是会更新到这个 Gmap的ORG 背后就是这个 就是硬形的眼里是这个样子 然后好像这后面还有一个 有关一个GitHub问题代码链接 其中第50行的CDI和第 这个是 第五十七样的CDI 或者第六十 第六十网行 是什么 你CDI就是如果你不熟你可以就是直接查他那个 因为这些所有都是他API的函数 所以最简单的你我比如说 就是到这个刚才这个API这个网站 然后你就看一下那个函数 比如说刚才是Aggorisms 是什么 我再看一下 Aggorisms Centino2 然后CDI 那你就是到这里面你就看一下知道 Aggorisms 然后有没有个Centino Centino都都CDI 你点一下你看一下函数就知道了 CDI CDI 现在它就是一个云了 就是一个detail 一个云的一个 一个东西 然后根据这个不同的这个波段 然后 分离 就是一个云的 云的一个东东 然后下面这个 65行 他这个就是相当于 这个CDI的指数 如果就是说 小于这个0.5的 就是要小于这个负0.5的 什么什么东西 就是 相当于就是云了 他这个他这个应该就是detect这个云的 然后比如说你现在刚才这个 计算完之后呢 它有个 这个就是一个云的这个probability 相当于 这个 这个这个函数的这个大概意思就是说 把有云的地方mask掉 那你那你怎么知道有云呢 第一个就是根据他那个sentino2他有那个probability那个 那个image collection 然后呢 他就直接显出这个 这个probability 那是其中一个 比如说 s2.get 65 现在就是大于65%的 它就是云 那就是云的概率非常大 同时呢 还要是这个 用另外一个这个方法 这个算法算出来 这个 必须是小于负0.5 就是说他同时符合 这两个 条件的 啊 就是云 还有就是说或者 是另外一个波段 他第3个波段 他也有这个能代表一个云的一个东西 也是小于0.0.1的 啊 大概就是 这个意思 你该想象当成就是detect云的 然后可以有不同条件 啊 打个比方就是说 啊 比如说你判断一个学生 比如说 他是一个好学生 那你怎么知道呢 第一个情况 他的GPA超过4.0 他是一个好学生 同时呢 他还得 你可以同时再加另外一个条件 同时他还得跟着老师做项目 你说才能这两个条件 符合在一起 才是好学生 或者呢 比如说 这个人有特长 他是 他获得奥数啊 什么奥 这个奖啊 或者什么特殊人才 什么 他是好学生 类似一个那个原理是 差不多这个 这个意思 就是多个条件 然后这前面两个是两个都必须同时符合 或者 是这个 就是一和二 要同时符合这条件 他是云 或者 第三个条件 只要他符合 他就是云 啊 现在就是最后你就是 把那些有云的地方 去除掉 对 好吧 好像 没了 还有什么 其他的问题 没有问题了吗 没有问题了吗 看直播间里面是不是有一个问题 你刚才说那个QGS OK 那挺好 QGS的地图 我这好像没加载出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出来了 出来了 看了 然后关掉 他只是比较慢而已 所以就是 是可以的 我刚才说那个那个原理是通的 相当于就是说 那些桌面的软件 他也支持这个web service 所以你所需要做的 你就是获取这个web的这个service之后 他就跟你在 这个桌面软件里面加载这个任何这个 这个涂层是一模一样的道理 但是在缺点就是过两天 他就不能用了 应该是一到两天 这个涂层你加进来 他就是一个空白的涂层 因为他就 没有授权了 相当于就是像临时产生的一个 让你可以很快 看这个涂层 干嘛的 但是过太久 他会让你重新登录 这个意思 文老师你好 他这里面的图是 也是 像底图一样不能进行计算的吗 还是 可以 对 就是一旦你 一旦你生成之后的UI 他就变成一个底图了 跟底图没有任何差别 你要印算呢 其实所有东西印算之完 他就是产生那个链接 就是 最后给你的东西是个结果 如果你比如说你要做一些 运算 那你就是运算完 你再产生一个链接 就是你想的结果 比如说我们可以做分类 我们做什么东西 你可以做各种调试 最后调试完出来 它就是一个图层 所以所有的东西 比如说你可以去 我再回到我刚才这里 比如说 像刚才这个 不知道我们 有没有之前有没有讲过 比如说像 比如说像这个 是吧 Types Notify 然后点点点 是吧 你看 比如说这个是这个图层吗 这是我生成的这个 这个图层 这个相当你就是 比例是你已经做了印算了 或者各种各样 最后我所需要做的 我就是找出我这个图层的这个 这个URL 所以比如说 我怎么找出呢 因为这个这个刚加的图层 就是这个layer里面的 最后一个 然后他是有个URL这个参数 你看就是这个 然后 这个就是你 反正你无论做什么印算 你印算完 最后他就产生这个东西 然后同样的道理 我就把它add layer xyz layer 然后new 然后比如说 这个是us census 然后 铺子这个链接 然后ok 然后这个uscensus add 然后close 你看这么出来了 而且而且速度蛮快的 所以你可以就是说这个用这种方法 如果你有时候需要 比如说你需要在这个 需要在这个里面做一些 他这个为什么这么做 有时候可能速度比较慢 就如果有时候需要你在qgs里面做一些图 你想加载这个z的这个一些图层就可以这样弄 当然z里面有个 他有个plugin就是 就是直接就是那个 g那个plugin 那个不是我开发的 大家感觉就可以看google oast engine 然后你这个直接安装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里面 运行那些代码 就是g的代码 然后 我那个 git hub里面也有一个report就专门 是一些 qgs的那个script 在这里 就这时候比较早期的 然后现在你里面你可以直接就是 调用那个script 你就可以 在机里面 在在qgs里面你可以做 很多的这个运算 大家如果感兴趣就可以去 去看 这个现在又不行了 刚才是可以的 这就是说有时候你那个他 不同的软件他对这个他web service这个 发送请求他不太一样有时候他发送多了他可能就不让你 弄了但是 大家刚才有看到是有说是可以的啊应该出来的 将来就是说你每一步的 计算的结果 无论是一个影像还是一个影像的集合 还是一个使用什么东西 所有的最后比如说你要可视化 它就是一个图层 你就是 要向机发送请求 然后那图层的就是有那些参数 最后你所需要做的就是获取那个图层的这个 这个链接 然后就可以在你电脑里面 显示你看这个就 比如说像这个 很快速度 但是qgss他可能 需要的这个格式或者发送请求的频率不一样 所以他就有什么显示不出来 但是还是还是可以的 就是说勉强可以用 如果大家如果真要在这里面 qgss用你就去装那个 刚才我显示那个qgss那个把印就可以了 ok 好像都那个直播上面有有这个 有没有问题呢 嗯 直播我好像看不到这个问题 我刚才看好像直播里有一个他是问 啊 使用这一一可以查看三天的 光币 卫星的过境范围吗 三天的什么卫星过境的什么 过境范围 哦过境范围啊 这个过境范围你可以 很简单的 就把你这个所有影像 啊 那个 feature collection合成一个影像 然后你就看他那个 大概的这个范围了吗 有点类似 比如说 啊我看能不能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这个 啊 有没有比如说这个Sentino2的例子吧 对不对最简单 比如说最直接就这个例子 然后呢这个是整个的比如说整个image collection的 然后你所需要做的就是filter比如说 啊 filter date 然后比如说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做最近三天没有比如说我就 啊 2022年 啊 07 今天几号 8号比如说就08 08 到01 然后比如说 就是现在就过去三天今天应该没这么快 我看2002 2002 0803 然后这个就是他你有多个影像啊我不确定这个有没有所以我们先把这个 给这个注释掉 然后 用这个 然后看看有多少个比如说collections doxize doxinfo 你看这里面有多少 collections collections doxinfo mtd race 20 哇你看这三天已经有10,000 这个多少多少钱了所以如果你确定好这个有了那就是好办了 我就把这个 加打进来就行了 然后呢这个可能不一定是这个 这个范围的 那这个可能需要久 你看这个不就是 啊 填上一只卫星的轨道吗 他这个从北到南的现在这样转过来 然后你可以看大概就是 所以这个就是他卫星过境的这个 他那轨道 啊 还有一个就是你直接去下载这个centino2他本身他应该有个 卫星的轨道的那个那个 或者 别的 然后你把那个下来下来你也可以 啊 大概知道就是说他 他过境 他有时间了你就可以把那个overlate 啊这个上面你就可以看出到底 啊 过去三天他 过去的哪些地方的这个影像 所以这个是反正 只要你会用了很多东西就是只要是关于数据方面的这个机可以 帮你节省 大量的时间你不用上网就到处找你就是 你看这两三个代码就搞就搞完了 然后你想查看他轨道号啊 你看查比如说查看他 这个比如说他 比如说他 他过境他总共有多少幅影像这些都可以 比如说每个pixel每个位置 过去这一年里面被获取了多少次啊这些都可以 都可以 可以弄的我们后面应该会讲一个例子就比如说 用lanset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过去 比如说过去一年 或者就是说从这个卫星 开始到现在到底有多少个影像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下一张第六 你看 这是其中一个 然后 应该不是这个 好像是哪个 比如说mapping available 像这个 然后比如说这个是 lanset 9的 然后比如说从lanset9 比如说过去一年 2021年 每个地方获取了多少张影像 你看这个可以 具体可以看 比如说你相当于这个卫星的轨道号 有些是红的 代表越多 这个指示代表越少 所以你看看 在赤道方面 都比较少的 因为赤道那个距离比较大嘛 所以你需要更多的这个轨道号去cover 如果你在极地的话 相当于就是过了那个极点 那个极点每天 每天都被cover 就是他就很多嘛 你看这个 他就是有 有这 pattern 跟你这个 跟你这个现在我们看到是一样的 你看在 啊 北极的地方基本上都是白色 就是他cover很多次 也是雪 但是你在靠近赤道的地方 赤道那个那个那个距离很长的嘛 所以你需要很多个轨道号 才能把整个 整个这个 整个赤道全部cover 所以我们后面也会讲这个其中这一个例子 怎么 怎么做这样一个图 就是把整个所有的影像 有多少个全部给你画出来 这些有些在那个有发表论文的时候 可能大家有时候会 经常看到这类似这样的图 就是 总共有多少个影像啊每个地方 然后就类似这样一个 一个pattern 对好像 啊也没有其他问题 那我郭老师你好 我跟您确定确定确认一个事情 就您今天上午说的那个 他这个记录的时间他都是根据UTC是 零也就是格林尼治那边的那个时间 计算了什么 记录 哦那就是如果我想比如说我研究感兴趣的区域如果想 确认他是那个 白天的话是 怎么去 筛选的还是就是那个白天的话你就是 UTC的比如说那个白天 那你要看你感兴趣的 你白天比如说你比如说你现在北京时间说北京时间 你白天比如说是早上 比如说早上8点到晚上 到晚上8点 那你就是把你北京的时间转成UTC的 现在你就是比如说 呃 呃 北 我看 北京看 UTC 看有没有 比如说你看这里北京就是8个小时比UT时间快8个小时 所以如果你北京时间现在是1点比如说北京时间早上 北京时间早上8点 那就是UTC时间的前一天的 呃 8个小时就是下午4点 所以就说如果你要看你卫星现在就是 UT时间的UTC时间的1400pm 到 呃 第二天的 呃 呃 到晚上8点那就是第二天的14pm 啊不对 14 呃 怎么讲了14pm 14到22嘛那就是 呃14pm到 呃第2天的 148第2天的8点8am 那就差不多这个这个道理 如果你可以去看一下你就按按这个比如说这个北京多点 UTC你看UTC现在就怎么样比如说 呃我想看一下比如说北京早上8点你看这个时间 对吧8点到8点半 那这UTC是12点吗 哦对对UTC是10点所以我刚才说错了 所以早上8点现在UTC里面的12点 所以你就看一下这个 啊 或者8点到8点半或者就8点 不是那个反正你自己去大概算一下就知道 啊好的 先谢谢我老师 啊下一个问题说尝试3D的时候啊对 那个我们昨天那个运行的时候也有问题 这个有可能是那个windows或者那装的那个包我后面再测试一下 在linux下面是 呃是没有问题的 啊这个有可能就是那个安装包那个lidar包括那个pyvista 还有一个 一个方法就是用conda重新安装 因为我们昨天演示的时候是用那个 用那个peep安装的所以就两个混在一起有时候他就 啊他就乱掉了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这个原因我后面再测试一下看 不是这应该是第 昨天应该是第第六章 啊我把那个文件已经删掉了就是第六章 嗯 是第六 第第五 第五章 对 这个我之前说过那个视频了就是这是可是可以用的 嗯 对吧看还有啥问题最后一个 嗯 有没有 这没有问题了 啊那没有那我们就今天是 老师你好我有一个问题 啊就是就是我在我在用那个time slider的时候啊 我就画了一个 画了一个小区域的然后就那个过滤了一下他 自定义了一个 userroi 然后他 报错了就是 就是那个collect 那你得把代码你得啊代码看一下我才能你这个 报错有很多的可能性有一种是你那个那个image collection的问题有有有有可能是你那个label的问题啊 啊那个有很多种所以你要有 而看到代码我才知道是 啊什么意思 就是代码报错的截篇 啊 看哪里 发到 error 哦 这个很有可能就是你那个feature collection 里面有些是 那 ndvi 最后最后面说是好像是有一个就是这个参数 圈了一个这个里面指的这个参数 你这个是我用我同一个例子吗 哦 对 你这个不用feature bound的 因为这个modus就是全球的 你feature bound那个 呃 有点就是话说天竺的这个意思 就feature bound feature的范围只是对那些 不是覆盖全球的 就是一紧一紧的 你这个那个modus本来他就是全球的 所以这个timeslide的如果那个reason的话应该是在 你那个应该是把你那个范围放在这个timeslide的那个地方 啊 那你有个应该有个reason的那个参数 应该是放在哪 我不是用这个做filter 啊 你试一试看啊 行不行啊 还有一个就是你 你这个后面也许是你这个filter date的问题 你上面这里image collection 然后 你就filter date就行了 你啊 不需要在e.filter.date 啊 有可能是这里面 这问题 你这一行 啊 好 时间这一行 啊 就是那个filter时间不用写的那么复杂了 我看一下这个是 啊 昨天第五 然后 啊 timeslide的在这里 诶 我这里也是用fidter date 其实就是fidter 直接fidter date 啊 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这里面出售 案例应该应该没问题 所以就说你要在这里面加那个reason那个参数 可能 啊 好 谢谢老师 ok 请把那就 一个送远号 呃 map 和 iterate可以用来 循环便利这两个函数 各自使用的侧重点有什么不同 哪些条件比较好 哪些条件用Iterate 这个我们 呃 当时没有讲这个map 其实是很重要 在那个 啊 那个是分析内章第六章的 对第六章的时候 呃 对 还是第第3来对几 就其中讲到map 的话就是 并行的同时并行 现在你 你相互之间是独立的 每个运算 比如说你计算ndpi 是吧 你这个是 嗯 相互之间是独立的美金影像 就不需要 你后面的运算不需要依赖于前面 但是如果你是有一些运算是 啊 比如说你变利的时候 你第一个 影像计算完 你第二个步骤是接着你第一个继续的 就在那个基础上要运算了 那你就是必须用那个 Iterate Iterate 现在就是 他会等你前面那个计算完了 它就接着上一个 再接着下一个 所以Iterate 它没有那个map 效率那么高 Map 的话就是比你就想来就同时这样同时进行 Iterate 就前面就排队的 Iterate 是排队后面跟着后面跟着后面跟着 就是如果你要出现这种情况 你必须是 需要这样运算的话呢 你就是要用那个 Iterate 下一个问题说 除分分布处理数据 将中间结果存在 容量知道吧 这个就是根据你的账户 每个账户有两百 250个G 所以你就说你中间结果 如果不是太大 你就可以存储 如果 太大了 你就是用这个 Google那个cloud stories 那个就无线了 那个就是看你那个账户 你给多少钱 或者就买多少容量 它就是 或者根据你啊 自动扩张 根据你那个 账户的就是会扣钱的 所以 那一般几十个G的应该都没问题 还有其他什么问题 还有其他什么问题 当然他那个刚才说那个Map Iterate 他那个网站上他有 Google Earth Engine 那个网站上他有一些Documentation 大家可以去 看一下 我看是在 Image Collection 嗯 就那两个链接 大家就去看 下一个问题啊 问说在数据导出的时候 有关分辨率的问题 比如说那是颜色30米 但是导出的时候没设置 可以是 1060 对了 就是这个就根据你自己需求啊 你可以 10肯定就没什么意思了 你那个原始分辨率是30 你设10也没什么用 它是给你重采样 但是你那个 影像的质量并没有变高 你把这个文件增大了 所以 导出的时候应该是你那个scale 就是 你原始分辨率的 大于你那个原始分辨率 大于或等于 比如说你是30米 那你最最最 最小就是30米 你设10米就没什么用了 60 90或者100都可以 它会自动 重采样 下一个问题 说重装mini-conda 安装好 Gmail 显示系统找不到指定固定 但是不影响 不影响使用 我看一下 等一下 这个油肯定是你这个转件的问题 这个我没 没遇到过这个 这个问题 我看 是我没有 好 这个没遇到过 如果你不影响使用 那就 接着用没 如果 但是按理就说你不需要重装mini-conda了 你就是如果那个环境坏了 你就是重装那个 那个环境就行了 一般mini-conda 装完一次就不需要再 再去有任何去重装 卸载什么的 下一个问题 说这个 CIS transform 输入参数的这个定义导出是 不同方面的顶向是否能对齐 CIS transform 一般你不要自己去输那个参数 CIS 比如说你 你 你 像你这种情况 你又导出两个影像 然后你想 他有不同的分辨 分辨率 但是你想他向元对齐的话 你就是通过我们之前 我看一下这是第 Export 就是你用其中一个CIS transform 然后你就是你获取一个影像的其中一个影像的CIS transform之后 你 就用于导出的时候把它那个同时设置给另外一个其他 其他的 现在就是 选一个基准 你想要用哪一个你就选好 然后后面所有的那导出你都用同一个 那个数字呢不是需要自己填的 你是要根据那个影像去获取的 比如说你这个 我这个乱一下 比如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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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 然后你所需要做的 你就是要运行这两行 比如说这个 现在已经获取完 就是说根据这个影像 然后另外一个影像就跟着这个对齐就行了 就是他就 所以你就是 主要就是这几个这个数 这个数呢千万不要自己去填 我自己去算 你就是根据其中一个影像 把他的projection获取完之后 你就知道这两个 然后你就把这两个保存成变链 然后比如说这个第一个我先输出lenset 然后你再加一个那个东西 你再输出 modus 然后你同样的modus 你换成modus的影像 然后你这两个传输 你就输进去就行了 就是 所有输出的影像用同一个 那最后他就会对齐 当然你的分输率 实际是相同的这个倍数 比如说250 或者1000 如果他不对的话 那你肯定就导出之后 他的影像也不会对齐的 就是那个像素 下一个问题 说image collection导入local drive 是否能对这个每个文件的文件名 进行 制定 如果 如果不对定义的时候导入文件名的命名规则是什么样 他就是自动根据你那个名字 文件名的那个 你那个image collection里面你每个image的这个叫做system index 现在你那个我看一下 比如说像这个 是吧比如说像这个 现在就是他去获取你这个image collection里面每个 每个影像这个相当于他的这个序列号就是你在 你在你这个image collection里面他这个 System index 所以就是自动就根据这个命名的 这个好像我这个导出这个没有 没有那个参数给你设置 但我后面我可以 可以加一下 然后你就可以 我昨天好像也有举这个例子 然后一米下话线12345678 如果你 真要自己用的话 你就是用这个函数 我昨天有解也有讲到 但是我那书里面忘记写了 就是gmap.download 11 image collection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你就可以自己设置那个文件名 这里有个outbook directory 然后这里有个file names 你就是 创建一个list 然后把你那个list传递进去 他那个文件就会自动根据你的这个 自动根据你提供的这个 文件的列表 进行命名 所以这个就大家看自己的 可以去这样 继续用作 到时我今天把它改一下大家这个有空去 更新一下的包就可以 同样的就是用这个函数也可以 导出那个文件名 我看这个 2local drive 2local drive folder 对就是你如果真要命名你就用这个就行了 1 道路1 image collection 为什么modus每个向元是 斜子的平行四边形 然后 下载了自动变成正方形 因为你想想每个影像都是有不同的这个投影的 他本来 他这个modus 这个投影就是 不是像lanset 就是一紧一紧 他是utm 然后他们 是晶云大小的 现在你就是不同的影像 你 叠加到一起 他用的是他这个叫做 EPSC3857 所以换完投影 他就是变成 变成这种 斜的 但是导出的时候 如果你设置你 那个投影 你加载到你 那个 别的软件上面 叙了说如果你第一个影像就用这个 他就是 就是变成这个 正方形的这个这个这个pixel 所以就是 现在跟你的底图有关 你的底图用的投影 是什么投影 那个 你你你你上面 DAC上的数据 他会自动给你转换 就所以就说 G的其中一个强大地方 就是他是 多元数据 你什么数据都可以往上面加 他就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底图 然后你往上加的时候 他自动就帮你需要的话 他就会帮你转投影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他 数据库里面那么多数据 他随便就是能都能一起都能打开 下一个问题说创建环境 用Zubit一直不稳定 是其他软件网络生产 但是不知道哪里出问题 我看什么意思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我没有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这个很有可能就是你这个 Zubit的Nobu 或者其中你的网络 或者什么问题 你可以试一下 创建一个新的环境 然后你就装一下这个 Zubit的 购置机 看看行不行 如果都是同样的问题 那有可能就是你电脑的 某个 配置的问题 一般情况下 如果你其中一个环境 坏了 或出什么问题 你创建一个新的环境应该就是独立的 那个地方应该是相互之间不影响 如果那个也有问题 那有可能就是你的那个空打的这个 Base环境有问题 或者是你整个有问题 那你就可以试着卸载一下看 行不行 就是说这个或者你就Google一下 看看这个有没有别人遇到同样问题 有没有什么 解决方案 下一个问题说 连接多年的数据选择后 如果用中值或者最大值合成每年数据 然后将多年数据 每一年的进行导书可以批量 自动并导书 还是只能 一年一年的导书 不需要就是 你印算完它就是一个 images collection images collection 你就调用刚才我们这些介绍的函数 就是一行代码 你这个跟 就是说你这个我这个例子跟你那个 其实没有任何差别 你最后就是你导出来 计算完就是一大堆数据 那你就通过这个比如说 一个collection 然后就是 就是用这个 e-export image collection 或者 to drive 或者download e-image collection 就一下子就导出了 但在你最后你计算的结果 你是用一个map的话 它自动就是一个image collection 所以就不需要你 再去 用个形环自己去写 一个一个去导出 因为最后你导出数据 5倍就是 一景 或者是很多景 很多景你就把它组成一个image collection 然后你就可以调用这个函数去 下载 下一个问题说 Arc.js导出的 在导出界面有什么一提示 YouTube call Cannot Discord 这个就是因为你这个 你那个软件里面有中文字不穿过什么 所以你导出的时候 如果你那个软件里面有中文 那你就是要自己设那个 叫做encoding就是你那个编码 所以比如说gmap .shp2e 然后比如说第1个参数 第1个参数就是你那个shp 然后后面有一个encoding的 像那里就是 比如说你这个 输入的这个shp 然后你可以设这个参数叫encoding encodi 然后这个 国内的应该就是那种什么gb2312 或者什么就是 能提供中文的 其实背后呢就是用了那个叫 比如说geopandas 或者什么就是你要 比如说我跟大家 import geopandas gpt 然后比如说gpt 这有个readfile 然后这个readfile里面呢 就是有类似于他有很多参数的就是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就可以设那个 encoding因为不同的编码 每个国家或者其他系统他使用不同的编码所以 就就相当于这个默认的utf8他读不了中文了 所以你必须你去自己设类似这样的一个 编码之后你就 能能读了要不呢你就是把你 把你那个 属性表里面那些中文你你把它删了啊一般就可以了 下一个问题我看一下 totum number1 这个有时候你重新下载一下你重启一下在在乱这个 有可能情况就是你突然网络出现某个问题 然后那个那个那个链接下载不了所以他最后 那个那个代码里面可能就是有你就跳过了或者怎么样他就 没能下载所以你就 重启重启一下那个notebook你重新 下载一次应该就可以了 很多时候可能比如说你中间可能有掉线啊或者 对多多试几次就可以了 嗯还有啥问题 那个直播有问题吗 直播这里怎么都看不到问题的 好像 直播有一个问题我考过来 啊 我考到我们这两天框了啊 varyu等于1都 d sequence 显示 累啊 然后这个 s no x view 啊 这个呢有可能是你那个 啊你你你这个网络的问题 或者就是你没有 你没有 啊initialize 所以我这里给你看一下 比如说 varyu 等于1都 lis 都 sequence 是吧 1 10 然后varyu s go get info 啊是可以的肯定就是说 这些apn都是服务器端的如果我可以你肯定是可以的 啊除非就是你网络的问题 啊或者你前面 啊没有initialize这个1呢就没了所以我给你看看 如果没initialize是个什么情况比如说我现在就这样 然后 然后啊 怎么这么慢然后运行下这个 啊然后就这个就这个错误就是因为你没有 你所有东西只要你用到11点什么 你前面一定要有个11 initialize或者你用gmap 有了这个之后就可以了 那就没问题了 当然在他这里面按理他提示错误应该说你就没有initialize但是 啊为什么 说这个没有list的sequence呢就是你又没有authenticate没有initialize 相当于他获取到他他不到现在连接不到谷歌服务器 他就不知道这个list是什么东西 你 不知道当然就 那个下面有什么暗数他他也他也不他也不知道所以就是 啊这样造成的 啊下面一个问题说export image 这部分 啊会说限制要把东西国开在image collection中 啊下载多景影像反而不被限制 啊 image collection下载其实也是单个下载 所以同样的受同样的限制的 只是说 我在后面写了个形怀让你自动下载 但是这个道理是一样的image collection 啊如果你是用 谷歌那个原始的方法他同样是受限制的 只是我介绍的那个download image 和download image collection 啊 现在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 谷歌 装合方法另外一个就是照顾他的限制的 两种方法各自都有下载单个影像下载多个影像 我刚才给你介绍那个download image collection是 绕过的限制 易景可以下载很大 你同样也可以下载很多景影像 然后如果你是用这个export image 就说啊 官方那个函数呢 那就是会有限制的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这个函数 export image collection 这个是有限制的 如果你是下载到你本地 每个影像都是不能超过32兆 当然你可以很多三色照 每个你有很多影像 每个三色照 但是 单个影像不能超过32 如果你需要大的 那你就是用这个 download image collection 这个背后呢就是用了那个download image 所以就说可以 绕过那个限制 然后自动下载一些 大的这个影像 这里意思并不是说你下载多景 他就不会被限制 就是你用官方的图景 同样受限制 如果你不用官方那个 就用这个去绕过的话 那你就是 一景也可以多景也可以 你就看你自己的这个 需求 G云端的数据是以fold的形式 存储 如图有什么法 帮你获取其中的信息吗 要要你意思是什么 要获取 获取什么 要获取 里面的东西吗 还是什么 这个啊 awesome beta set Building 比如说他这个是 全球的这个 全球的这个 比如说他这个是全球的所有的这个 Building的数据然后他按比如说按国家的如果你想看 所有的国家的应该是可以这样的我给你 试一下 比如说这个 或者就就 data set等于这个 这个应该这个不是facialcollection它是一个fold的所以 应该可以 我看是不是有个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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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 他应该是有个函数可以获取你所有的这个 文件夹查办所有的这个 facialcollection所以我看一看 clients e dot data 然后有个应该有个least assets 这个比如说这个 应该是这个函数然后你就把你那个路径传递进去 他就能帮你把那些打印出来所以应该就是这个这个函数 我刚刚弄到哪去了 我刚才那个拷贝的anyway我再弄一重新弄一个 加一个然后比如说这个url 等于这个 就是说他以这个文件夹下面的 这个路径 然后呢你就是用这个 这个函数 e data data least assets 然后url 这个 TipCard must be a mapping 行吗 event 哎 有错吗 啊我记得是有个函数的我记不太 我看 或者他这里面可能有个例子 啊对这里 哦不就就不就这个函数吗 e dot data do this assets 然后这个是一个 这是一个folder 啊 为什么这个在那个 我看一下 嗯 嗯 哎在这个里面它是可以的 folder object message 嗯 对这里面就可以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python下面不行 对就是吴老师他就是这个table的我用那个feature connection可以把它 把那个国家的那个建筑的数据可以取出来但是他以这个folder形式的话我就像美国 他 他就是以folder的形式存取了是不是 所以你要单个吗他这个不是一个feature connection他这个只是一个 在他相关里在你这里面的一个一个文件夹 你如果你要不是开心你就是文件夹下面的单个吗这个美国的跟这个国家各个国家是一样的 每个国家这个全球的就每个国家是一个collection 然后呢如果是美国但是每个州是一个collection所以那个 道理是一样这里应该是 我记得这两个应该是函数应该是通用的啊不知道这个 python这里为什么 这个为什么不行 对这两个应该是没有区别的就是他两个都是 oci你这个api都是啊那个 加sqr python都都应该是可以的如果这个不行有可能就是 他的一个 一个bug 谢谢谢谢我啊 下一个问题说gmail里面如果是像 重采样因为同一个mode的数据有时候需要进行矩阵运算 我不知道你说的矩阵运算什么如果你是简简单那些加减乘数的话 你就不用去理什么啊重采样如果你需要的话加进 啊他每个影像他有个 应该有个resample的一个一个函数 找一下这里 有没有个resample如果没有的话就是 你要自己去写了 啊对有一个resample 就是大多数情况下你都不需要自己去重采样 啊如果你真是说你要获取那些 啊数据啊那些弄出来就是做这个numpy array什么那你有时候可能就需要 但是如果你只是两个影像啊加减乘数啊一些基本的算法 影像对影像你就都不用去考虑这些东西了 就是他自动就会他里面 啊 基于运算的时候你要想的他不是根据你影像的原始分辨率计算了 就是看我这个现在放大缩小 其实你这个lensate无论是你lensate或者你是modis 其实的分辨率现在 像我这样放大多小 放大缩小 他的分辨率是一样的 就是根据你这个zoom label来印算的 而不是根据你说30米和一个kilometer 啊进行印算的 所以很多情况下你都 啊你就当初不知道就行了他就给你自动给你给你弄好了 就是多元数据他可以相互之间可以每个都可以进行印算 除非说你要这个裁剪出一块 然后弄成这个一个数组 啊5乘5或者10乘4那那个时候你才有考虑到 啊要重采样然后把那个 弄成这个这个行和列是一样的 啊 下一个问题说像啊 gmail能不能特定一个区域指定一个 啊1000米到1000米的这个 啊 Fishnet 这个呢就说 因为G1里面 嗯 的那个是都是大范围的所以 啊我们之前讲过那个根据维度啊什么都有关系所以 其实他不是很适合如果你真要的话你就是小的区域 然后你就是弄一个 啊 那个Fishnet然后你就根据看大概就说 有多少度 的范围大概就等于1km然后你就按那个去 设成那个度数基本上就是 应该是跟你那个差不多但是 但是如果你是做全球的话那你就 是不可能的 因为那个1米乘1米 你要生成一个网格 你1米1000米在这个北极和你1000米在这个 赤道是形状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个那个那个 啊那个大小 所以 最后他就是不是一个网格了 就不是一个Fishnet了就是变成一个 一个像投影一样你就相当于要变大数 就是我这个叫什么 Distorted就是 扭曲了一个一个举行所以 如果你真是只是一个小的城市啊干嘛你那些可以考虑 可以考虑 啊当然 如果里面做不掉那你在 里面做完你把它你那个 转成这个 E那个 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 说你非得所有东西都是 在E里面完成如果只是一些小的数据你就是直接 啊 Shit by to E或者啊或者直接你上传到你这个 你的个账户啊也可以 啊下一个问题 大陆E1米下载个90米显示操作内容 通过 这个我不知道你设的那个REGION是多大你这个 呃 如果是很大的话呢这个可能就不行 还有你这个投影你设的是 啊1PSG4326 啊我不确定是不是那个 啊造成了一个问题 如果你乱我那个例子就没问题 例子你换成其他的有可能就是区域太大 或者你这个投影你就不设 让他设他下载他的原始的这个投影 因为中间如果换了这个CI之后 他有时候他就从投影如果你领向或者计算呢有问题 啊 他就不行了 下一个问题说这个stream 上面可以自己上传这个shit by吗或者自己的shit by怎么转成geo 啊可以你就把你shit by 压缩成一个 啊把你随败压缩成一个 压缩压缩包 就一个技法就可以了 然后我看 neospatial 不到这个挂掉没 已经挂掉了 那就是要要要重启一下 就是你把它 弄成一个压缩文件然后就可以传上去了 或者你就 你转成geo json 那个 geojson 你这里那个gmap没有也可以转的你如果你需要的话就是 应该就是shp to geojson 比如说 gmap.geojson2 没有这个图我看一下 如果这个没有的话你就是 就是 gmap.geojso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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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不行你就用geo geojson然后呢你有了这个之后呢 你就是 gmap.geo file 然后这里面你就可以把你转成比如说 data.shp 就是可以有很多格式可以 啊可以转换的 就是一般你用geo pandas基本上什么 这个 什么格式都能给你自动转换掉 等一下我这个看一下这个 下一个问题说 想用 g进行波段之间的印算 说先听了一些波段是10米有些是20米 g在显示 是是否是显示为10米 还是不需要重采样 我刚才这个问题跟刚才问的都是一样的 g做印算的时候不是根据影像的原始分辨 是根据你这个地图的大小你放大多少倍或什么就是印算的 所以他就自动会给你重采样 最后比如说10米20米其实你很多时候都并没有放到10米或10米 他就是1000米或者是10个kilometer 他是那样印算的你放大的时候他才给你印算 唯一一个就是说你最后 要让他用原始pandas计算的时候 是你导出数据数据的时候 如果你最后比如说你议算完了结果然后你想把那个结果导出来 然后你设置那个scale是10米 那他就是最他那个时候才真正按你这个10米印算 如果你只是 呃只是显示 那显示都是假的都是他都是根据你放大了多少他才给你计算的 唯一的情况就是最后 你把它传输到你电脑你要把你这个数据弄出来 那个时候才是真正计算 所以很多时候呢 你在这个加载地图的时候他也没错他也好像一切都可以 然后等你这个真正导出数据的时候有时候超时啊什么干嘛 那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才是真正大的这个计算量 他才是真正按你这个要求弄的 不然呢很多时候就是 呃你要知道他背后那个原因他是这个机制是怎么样怎么样计算的 呃 不像我们传统这个桌面软件就是移导进去整个影像多大这些人印算 不是的 一个影像 一个gabyte 他印算的时候可能只用了十几个NB或者十几张几十啊 呃因为他不需要那么大 平台怎么用什么就是你不用管 就是你不要管他是用什么多少米计算的就是 呃 95%的情况下 所有人都不需要去理会他是什么投影他是什么 分辨率 你就把他那个忘记了你就找那数据计算然后你加载出来 最后你export说你就设置那个scale啊就完事了啊 其他的就是你基本上不需要去理他除非你有说要重彩样你要手动 但是那些反而有时候是 化色添足 就是 他已经把你简单化了 他已经自动把你所有数据都能融合在一起都能给你计算了 你就不需要再去考虑那些啊 是1米和10米之间 啊 怎么具体进行什么运算 你就把它忘记就行了 他就是他就是能这样做 啊 然后你导出的时候你再设置那个分辨率就行了 对 CSV一样就你设置那个scale 啊你你收出的是CSV他其实 啊他也是只是按正常的算的他只是说最后那个结果他就把它换成这个CSV 啊就行了 下一个问题说那是在意义的投影下在赤道和非赤道范围差异 啊非常大 远离赤道的像是放大了 这个也是同样的问题就像刚才那个 啊像刚才刚才说了 并不是他 这个不是技艺的问题你要你要想 一个一个东西在赤道那个这个非常大的吗你一个很一个同样大小的东西 那你在赤道就显得小了你到 极地的话就显得大了吗 你要想想极地就一个点 啊 啊一个点和一个和一个和一个一个次到那你放到一个点的时候他就好像想得很大就跟一个投影那个格林兰岛 昨天讲的这个 啊格林兰岛好像跟 比不比德州大 这个这个十倍他实际上没有那么大 他就是大一大四倍而已 没有说有有大好几十倍 啊 这就是因为到了极地的时候他必拉伸他拉伸了你看这个 昨天讲了格林兰岛和这个德州是吧 眼看了好像20倍 实际上他他就到这里的时候他就放大了没 他拉伸了 嗯 我不知道有个那个 以前有个动画很很直观的动画就帮你看看到底是什么个样子 其实一个球 你现在就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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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一个这个这个 这个 一个一个是一 怎么讲 一个橙子 一个圆形啊你把它切切这样切片切片 就是就就切每个人分一块 最后呢你想你一个一个橙子 然后最后你看地图是举行了 还是这样把它切开 切开之后你看这个这个这个这里 然后最后你就把它拉伸 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所以他显示了他就为什么有差别这就是投影的问题这个是 嗯 正常的 嗯 嗯 下一个你说就是多神听了 出了这个大气校正这个 啊这些校正呢是是是 记忆里面的这个问题如果他没有的话你可以自己 我记得好像有个 github上面有一些是 有一些算法让你这个校正我呢 os engine 啊 s2 atmo 我记得有一个github的这个 repo上面是 忘了是哪了 比如说这个 那这个这这其实他就是变后的话就是用这个 记忆的那些东西但是这个不这个gmail里面没有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的话可以 你这个是不是在记忆里面 对记忆啊大气校正 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去 探索一下 啊潘志武说两个问题利用随机森林 分类方法某些地物错误很明显但是总体精度又不错 啊这是什么原因 想用根地分为被根单种导致 啊 这个呢其实这个 呃你这个你这个问题并不并不是这个技衣独有的 你用你用自己作为也会出现这种问题就是看你 具体分的什么有些类别就比较容易混淆特别是根地和非根地 呃根地跟那些这个 呃叫什么草地啊那些就植被很多东西会混在一起包括你比如说城市里面那些 呃一些草地 这不是技衣独有了 呃如果你你要 真要精度高了可能要需要一些深度学习或者什么其他 就是观看这个 随机森林的结束出那些普通的 呃方法可能不 呃 并不一定能分出你想要那个结果 比如说随机那个那个深度学习 深度学习也不一定能能能达到你说有很高的这个 啊这个精度 这个精度的跟你这个那个样本啊各方面都有关系你进那个 总体精度你只是 呃 筛写就是现在采用一些点 最后你去做那些精度分析你又不是整个 肯定是说最后人 呃 人才能真正判断这个东西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机器只是给那个数字 那个数字有可能你要看那个数字怎么产生的 有可能就偏高或者偏低 那也不一定准确 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 呃这个分类这个这个话题是一个永久的话题永远都不 没有能达到百分之百这个完美的 跟你的分辨率有关 有关系跟你那个选要的那个地类跟地被跟地 可以看着好像很简单 呃其实是很难的 水的话和非水的话相对容易 因为它特征比较明显 而且就是说没有像其他那么就是那个光谱啊跟外面比较那么接近 当然水也会跟很多其他混在一起 比如说你那个树的阴影啊 包括那个山体的坡的阴影也会混在一起 但是总体情况下 水是相对容易分的 但是如果你是说 植被那相对把所有东西混在一起 那也没有 相对比较好 但是如果你要再细分下去 植被里面森林草地 然后怎么 龙田那个吗 那就慢慢就比较难了 跟你那个 分辨率 光靠一个影像的一个向 向人 是比较难的 你还要考虑他的texture 还要考虑他的这个宁静的那些地物啊 各方面 所以最后呢 机器只能是给你一个大概 最后你还是要自己 后续再修改 如果不行了 就是改变算法 还要考虑周围 或者就加一些 比如说 你有的根地 比如说那个根地里面 沿线如果你有些多变形啊 有些破一根 你可以套上去啊 看哪里是损失了 哪里减少了 大概就是这些基本的 一些方法能去改进一些 反正呢 这个不是基业的问题 就是说不是独有的 就是 你所有分类算法 摇杆影像分类说 存在一些共性的这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 刘田说计算面积是 如果要是或者 是地理空间坐标器 GE中计算面积会给他 默认的这个 额 头里面 就是说计算面积的时候 GE是用 他其实自动考虑那些 这些所有的东西 他计算面积的时候 你看到那个地图 他其实就是用一个叫EPSG 3857 这个就是 基本上所有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 这个就现在就是online这些 在线的地图 大多数都是用了这个 我看的EPSG3857 这个也是一个叫什么 投影来着 Google map 就是说 相当于 类似木卡 木卡 木卡托投影 这个特殊的这个投影 然后比如说open stream 或者其他 大多数都是用用这个 大家就去 看一看 其实现在就考虑的投影 我之前已经讲过了 计算面积的时候 不是上线个式 正确的方法是乘以 他那个 他有个函数叫11 都 pixel area 然后 然后你产生那个之后呢 他其实他就是一个 就相当每个向元 他都你都能知道这个面积 然后你所需要做的就是把你这个 把你把你叫分类的影像换成一个 二维 二维子影像就是一个binary 1和0 所以相当于1 你每个像素 你这个向盘只是1 1乘以0的面积 然后你把所有的面积加起来 最后就是在总面积 而不继续 那个个数 因为他 你里面的向元是不停的 就是放大缩小每个向元那个面积 是不一样 你你你当前的地图 显示的你一磅大了那个向元又变小 现在就是 有点像那个 传统摇杆里面那个金字塔 那就是逐层播放了 只有那个影像他那个面就是那个图层的 他就 他他那个就自动把你算好 所以你就是要那样 一一都一名 然后应该是一个 或者你再收一下pixel area 就这个 让你去看他就说相当于 他都把你考虑好了 所以不需要你自己去怎么 去考虑这些问题 他这下面有例子 你看这有好几个例子叫你怎么 印算呢 下一个问题说 硬性modus ndps 发现有没有frequency reduce the date format 这些事情是因为用了一个特殊的这个 数据集 所以他里面现在就是多年多年的这个平均 你如果你真想要就是说自己的modus的话你就用那个叫create create timelapse那个函数你就自己现在你就自己自己弄了比如说 哦 那你就自己创建那个他那个就是create timelapse 然后这个里面你可以自己就是有这个frequency的这个 我那个没有就是因为里面用了一个特殊的这个 数据集集 现在就是多年平均的你才能产出那种比较好笑 我就现在已经里面把你定好了 但是这个ndpi的这个数据有有很多种不是每一个都 就说那个 我这个函数不一定是你想想 想用的那个所以就是你可以 自己去产生那个 你那个timelapse或者你那个数据集 这个呢你可以看一下他就说具体用的是 哪个函数比如说 dmap然后timelapse 然后这个比如说modus ndpi 就这个 然后背后呢 是用了哪个 对背后其实用了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其实就是用了这个 modus这个数据集 然后自动把所有东西现在把你 弄好相互之间连在一起啊 然后就是中间被背后有一些已经 给你一处理了 所以就是说为什么会 没的没那些参数可以让你自己选的 但是可以自己自定义啊这个 就是你用这个函数就行 然后生成你所需要的这个 或者你就先生成那个那个 这个timelapse 先生你你这个时间序列 然后你把数据调用到那个 机面里面看一下 看你那个效果是对不对 如果这个对了你就可以 用这差不多同样的这个 参数就可以 创建你那个那个timelapse 你可以按月啊 你可以按周啊 你按年都可以 就是说如果你用我那个modus 那timelapse 这个函数就是 就是多年的平均 每年的比如说每年的一月份 把所有一月份的全部弄起来 然后然后取个 取个那个那个平均值 然后或者就是 每个月就看你自己是这么想 啊具体怎么定义 下一个问题说做动态图啊 说有些有条带效果不怎么好 啊另外那个选择 啊 bb-b b-1 这个就看你具体那些影像啊就是 嗯 就跟你选择选择的那个 影像有关系 比如说 perquè它的对应相当于对应地波段 你的ndvi 就是那就是 但是就是 你要取取植被 并就是那个镜红和简细红飞 然后那个 除以近红外加上那个红色 现在就是那些波段的这个 就是 你用哪个index 比如说我现在这里给你 看一下 他有条带的话就就那你这地方就那就是语音比较多吗 那你就是要要提高那个 那个时间比如说 是不是这个我忘了对 create timelapse 然后你看这我选择的是 那centino2应该是没有了 只有那centino2还没有实现 然后比如说你这个就是你这个研究的这个 呃这个点啊时间我这个我可能还要改这个 现在已经2022了 然后这月份这个index就是说你要不要比如说你要提起植费或者提起水 比如说我想提起这个水 这水的话第一个波段现在就是近红外 啊你这个因为是比如说 哦对这个就是他的那个那个公式吗 如果你是植费的话就是近红外减漆红色 当然你也可以自定义你可以任何就是说这个波段加减漆这个波段除以这个波段加这个波段 就是它的规划植费指数 比如说你看就这两个嘛 然后只要说我我想 看一下这些植费的这个这个状况 比如说 呃 比如像类似于像像这里 然后你就画框 哇 然后这个space 现在你提起植费的时候你这个space hole要多大你可以稍微再大一点 因为0的话有时候可能别的也加进来 比如说0.15 然后就创建啊不知道会不会出错 因为这个这个好久没更新了 现在最后他就会加两个就相当于他会创建那个啊 啊 那些时间系列这个动画包括把你的植费那个动画也提出来 这个就有点像我之前啊啊啊讲科的pvt这个第一页里面就相当于你有你那个动呃动态那个那个呃 卫星图 包括你这个水就是用这个提起出来的就是两个桶 现在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啊 ndwi的一个啊 index 所以我看这个我好久没测试了 所以我一定可以了 你看这个这个不就出来了 但是这个 你的你的颜色可能稍微稍微改一改 因为他这个或者就是说你那预值太低了 你那说的预值太低 他可能整片钱都变成这个样子了 哎 我这个按钮咱没了 这个可能有点吧 就是按钮这右右上角这个应该是还有那个 嗯 还有个按钮可以把这些图层关掉的 你看刚才已经有那个 或者这里试一下 map dot 这个应该是有个吧或者就是有时候他 抽风了我把上面这个领掉你看你这知道吗 是吧 是你看现在我们设的一直是不是0.15 你看这基本上整一遍都是红色的 所以他就把它都提取成这个 嗯 都提取成这个植被了 然后你可以在你看我这边也有吗 是吧 这就是你原始的这个时间动态图 然后这个就是提取那些植被 你看黑色的就不是植被了 这其实也也也差不多有点那么意思 你看后面就是有这些 啊开发地方他就在植被没了吗 就变成黑色的 呃原始的话就整一片 这个可能你要就是 稍微比较明显这个颜色也可以改 你可以改成绿色的 用你自己挑这个可能对于 啊那些特别明显的 比如说你提取水 那这个就比较呃稍微比较好 因为我已经没有那个按钮了 这个我看 比如说类似于像这里 比如说你就画个框 是吧 然后同样的你就用这个 呃 这个因为是我比较早期的 当时还没有那个stream的那个那个 那个网那个webapp的时候 弄的比如说提取水 是吧这里就是改颜色 中间改成别的颜色你就通过这里摆 然后这个frame 比如说我就少一点 5个5个一下子 然后我这个水的比如提取水 啊就相当那个ndwi那个index 你看要就是那个预值要多少 比如说就0.1级 然后你就create 嗯就可以了就等一等 可能一会就出来了 下一个问题张静静说统计 呃分期统计时 实量数据的文件含有中文字符 呃会造成影响结果吗 呃如果 如果你的 就是相当于如果你那个那个 facial collection已经能导出进去的 应该就没问题 但是导出的话我不太清楚 我没有试过呃有中文的字符 啊你去看看行不行不行的话 你就是先把你那个 啊那中文的不要 然后你后面自己在 嗯 终于table你出来之后 你再终于table试试看行不行 你看 给这个水 这个水不太对哎怎么没了 这个水的那个这个好像这个纸不太对啊 我看啊 这个是对的 然后 第二这个水 好像是反过来了 那颜色反过来 这个我后面再看看 因为这个这个工具很久没用了 但是应该是没问题的 就是我们自己 你啊你用函数的话 那个调用那个函数就行了 那些 timelapse 你就可以把那个 嗯弄出来 下一个问题说这个 for discover tree loss算出来的 是不是直辈的增加量 因为看 tree loss 变量数据 已经是 被gain的波段不改了 是吗 我看看那个代码 哦这个那就是变量名啊 变量用错了 这个是需要改对 这个应该是弄成这个tree gain 我当时是想给大家看那个 啊一个损失和一个这个应该是这个名字弄错了 把这个改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统计出来 反正应该也都差不多那国家前前几的都那个都是那几个国家 所以对这个要我看一下 这个要改一下 这里改成了tree gain tree gain 然后对后面这个就不应该就不用改了 还是 对这个反正这个这个当时那个 这个顶状图不行 所以我后面可能需要修改一下 啊谢谢你这个指出我都忘记了 下一个 对这个是 对了 下一个问题刘成阳说导入学霸连说提出这个错误 第一个看谁是中文下的 第二个是我自己签路线 啊 终究点 不太理解你这个意思 这就是转化没成功 就是你一个facial collection 这个不是这个add layer的问题 是你 啊 你你 你有这个 你那函数有有空格 你最好不要空格 你连路径啊 你连路径有空格 所以可能不太好 有可能是你那个空格的原因 我告诉你这个路径里面 这是不是有个 migration way 就是最好你就不要有这些空格了 空格或者那个路径名有中文 啊经常都会有问题 country 你这country 你这个country已经不付给一个变量了 你这里要 你这里就不能用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冒号就是那个那个双引号了 那双引号就是个字符啊 那肯定不能转了 你或者直接把你的country放到你这个 函数里面了 你这个是你这个那个pathon的这个语法的 这个错误 啊不是那个函数 你就是你的编点名呢 你就得用编点名不能用那个 啊那个那个引号 下一个问题 李慧峰说怎么对DEM进行 重分类你是什么指什么的重分类 就是这个高那个根据那个值进行 啊分类吗 那你就是用这个你 这个应该是可以选一个 这个预值他之前有一个我想讲啊这个叫什么 啊他有个 嗯这个例子我看一下这个 现在你就是你根据你比如说高于1000的 你设为一类高于1500的 另外一类高10002000的 就是说你可以设 啊根据那个就是conditional 相当于这个叫什么 条件 啊语记去把它给分出来 我的印象中应该是这个 这个有个 啊应该是 mathematical 或者是个conditional 我看一下是不是这里比如类似这个例子嘛 相当于这个是那个灯光的这个数据 然后灯光的数据你就把它 换成这种 啊比如说你要成中心程序啊边缘程序啊 然后包括这样 所以就他就是根据你这个那个值 就是根据你这个叫什么根据 啊相颜值的大小 比如说他这个就是一个expression 相当于就是那那个公式 如果这个b呢这个波段呢大于 62就让他等于3 如果他大于55的就等于2 如果他大于30就等于1 然后最后这个就给加进来 比如说你看一下这个具体这个 这个东西 不过你前面可能要啊比如说加这个 加这个函数我可以给你看一下 这个呢你就是要用动 mac dop 啊 it layer 我看看行不行 下面这个就不要了 啊folium is not defined 或者对那你就这个不要了 呃 make object is not callable 哦哦不要这个 啊或者你就是这个等于map 就是这样 哎 哦ggmap.map 我忘记了 这样一个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地图 显示出来 啊你看这个就是 呃0 1 3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函数嘛 就是比如说这个现在你就比如说 elevation 大于1000 加上就以最小的开始 现在就说 你这个灯光的那个他那个值他带30 你就把它变成1啊 所以就是这第一个第一次完成以后呢 你这个就是一个1和0的 然后接着呢 你就是说带55的也是变成1和0 现在如果那些值继续带30就带50 那他已经满足了前面那个条件了 然后1加1就变成就2了 然后再加这个就是1加1加1就等于3 所以就是最后就变成一种啊阶梯这个形状了 就变成这这这种就是啊三二一 然后你就看看比如说这个 是吧 这个跟那个DM是一样的道理你也可以这样做 我把这个啊 包在这里 然后比如说你你对DM感兴趣的 比如说我就弄个elevation 是吧 加一个 比如说 NASA SRTM是吧 那我们就比如说我用这个数据 道理是一样的 然后比如说这个 images images等于 等于这个影像 然后下面这里就是现在你要改的就是这个了 你看那个影像具体的是 你的分类 比如说你看的研究区域 你看你大概比如说我分成三类 比如说 大于3000的 是一类 然后大于4000的 是一类现在就是123 然后比如说大于5000的 是另外一类 然后 当然你这里那个这个下面这个可视化你肯定要 要改一下 比如说这个pillet 对013这个应该不影响 然后你看看这个 哎 大于3000 看一下实现 或者我这里是不是有个 哪里突出 哦哦哦不对 所以这里是要images不是这个 啊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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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你就把那dm分成三个 哎 你看像这里只有在因为所有的值只有在这个 嗯 西藏这里才能表现得出来就相当于 所有黑色的地方就代表 值所有的值都是小于啊高层小于3000米的 然后这个接下来就是啊蓝色应该就4000 哦不对这个这个说错了 小于3000的是黑色 这个蓝色的是3000到4000 4000到5000 红色是5000以上 所以你不信的话你可以用这个点一下 是吧下面这个就现在是0了 然后这1嘛1就说greater than 3000 就是大于3000 这应该就是2 这个应该就是3了 所以如果你要还有更多的 分类你就继续加进去 当然这个如果你你你你太多的话 可能就比较繁琐了 所以你如果你 想要这个很分很多类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种类似这种公式 说比如现在这个就是波段的名字 如果这个就换成你这个elevation 比如说大于1000的等于1 大于2000的等于2 大于3000的等于3 大于4000的等于4 你就是each类似 然后最后在下面这里就是min 0然后到下面max 比如说你有多少类就是多少个 然后现在0就是 不满足你那个条件了 你看这里就是else 现在就是0 所以现在你就是有两种方法可以对这个 影像进行从啊从分类 所以看你自己的这个 想要分成多少类你就可以根据这个 去做 我把这个 这个应该不需要了 比如说这个就没了 然后 这个话你就现在你可以换到那个中国的区域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好 还有别的问题吗 还有别的问题吗 没了 继续啊 现在你你呃 所有东西其实最后都是调用这个G的函数 就是说你可以 先去看一下就是说他有哪些函数 基本上你把想要你你不先把你想要的这个东西呢 比如说你传统呢 呃以前的话你用其他摇杆软件啊 NV或者ERAS或者什么 你怎么做的 你你有哪几个步骤 其实每一个步骤呢很有可能你就在这里 G里面能找到对应的 函数 你不知道你就是先把比如说 这里面他有好几个千好几千个函数 你大概稍微看一看浏览一下 你就知道他大概有哪些函数 你一会想要你就是拆分之弯 每个步骤你就大概知道就说应该怎么去弄 比如说你呃 除了这个呃 除了这个这个 great land就是大一还有大一等于啊 小一等一啊 或者是不等于啊 或者怎么样 还有一个比如说还可以 啊remap 有个函数就是remap 就是相当于把你 但是remap的话只能对于这种 啊就是整形的就是12345换成比如说3456啊 就这种啊 啊那个函数也是比较方便的 就是一下子你就不用学那么多 那些那个啊 这个判断的这个语句了 就是一下子就是前面一个list 后面一个list啊 你就是这样可以合并那些分类啊 或者 啊土地利用啊 最后千里以后处理的时候 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 啊去去修改 然后别的还有很多函数 你看光那个一名字里面 这个啊有没有上百个 然后其他还有很多其他啊很高级的功能 我们都啊没有时间讲到 大家可以后续自己去看了 这里面其实还有很多 比如说那个啊 array这个我们没讲这个zoin 啊我们没讲reduce我们只是讲了一点点 所以前面可能大概的这些 image collection呢 geometry啊 physi collection啊 这些我们大概的都有涉及到 但是后面呢还有很多 其他更高级的功能 可能需要大家后续自己去 嗯去改 然后包括这些图啊 这些我们也稍微有讲到这个图的东西 其实这些都是只是对javascript 派手里面是用不了这些东西的 你把想象成所有关于界面的东西 啊地图啊那些界面的显示了就是 javascript都有的 所以在派手里面的G面 我就要自己写代码去啊 实现实现这些啊类似的这些东西 因为他们不能直接转的 所以必须就是自己写代码 所以那个就是要花啊比较多的这个啊 时间啊你看这就原来也有冰状图 所以我们昨天其实已经 有一些已经啊实现了这个 部分的这个效果 现状啊这些都没问题 所以还有很多其他 嗯 高级的东西 下一个问题王慧泽说使用道路一 一美成会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我 其他的包什么 你这个图看不清楚你这个是 像素太低了 他看不到你这个错误的这个是什么东西 看不清楚这个 你重发一个啊清晰一点的这个这个图 上面还有别的问题吗 啊老师你好我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嗯就是在就是我们就是有就是LandSat吗 不是有4578有好几期的那种那种 不同的数据数据员然后就是怎么把它们拼到一起去呢 就是形成一一整个就是时间训练 啊你就用我那个LandSat LandSat Time Series它就自动把你合了 就这个函数 Zmap.LandSat LandSat Time Series 这个函数自动把你所有的 全部合到一起了 就背后的话你需要做一些特别的处理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那个 对因为我我还是进去一个波段计算呢 所以就 这个里面也可以是吧 哇 因为比如比如说就是我我我如果要计算那个 LandSat的那个MDVI 然后就用 对不一样的这里面他就帮你 但是这里是按按 连的你看按月按什么 他背后你可以去看他的背后函数 就是这个都是用这个collection tool 然后比如说从456789都有 后面可能会再加前面啊 还有个LandSat MSS 从1972年开始的 所以现在就有50年的数据啊 最近 G1他刚生成了那个就最后 可能会加一个像你会跨那个时间的跨度 然后这里因为每个卫星它的不断的名字啊 不断的顺序都不一样 所以这里面 做了很多这个后续的处理 包括续云呢 包括怎么准备那些 然后最后相当就把所有的 这几个bitch collection合成一个 moz完之后呢 你看moz的七八五四五六七 四五七八九 全部合并到一起 然后最后比如说产生这个 按月啊 按连啊 然后这个现在你就可以直接用了 你该把那个time 系列弄出来之后 你就可以自己上end 你可以挑那个波段 你根据你自己的这个 需求了 现在就后台已经办也弄好了 不用自己去 不用自己去编了 好谢谢老师 下一个这个 OK Project HQ 这个很有可能就是你那个 软件安装的问题 这一看就是这个 Rust IO Rust IO 我不知道你当时装软装那个 zmap是怎么装呢 如果你是用那个peep安装的话 很有可能这个包就没有装好 Mamba或者空打的话一般都没问题 所以 这个应该是那个包安装的问题 这个 不是Gmail 这个 这个问题 所以这包如果有问题 它读取不了你的影像 它最后相当于 你下载这个大的影像 它是分块下载 最后要把你合并到一起的时候 它是需要用到这个 Rust IO这个包 如果这个包运行不了 那你就是 可能就有问题 也就读取不了这个 这个数据 然后 下面一个问题说这个zmap里面这个做统计图 类型都有哪些呢 就是我们讲课讲的有一些有职方图啊 柱状图啊 好像就 没有 没有全部都有但是少 少部分最后就有时间大家也可以 感兴趣可以去贡献 我看一下这里应该是在 啊 是不是在analysis这里 啊interactive charts 然后可以by feature就是啊 比如说像这样的柱状图啊 啊脂肪图啊 啊丙状图应该也可以我也加了一些啊 丙状图 然后闪点图啊那些其他 啊后面会加但是没有 还没有完成了 对我 没没时间全部写的 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那个代码就是说最后 每一个具体怎么写的就在这个 chart.pi这个这个模块里面 这个是比较花时间的因为python和那个javascript不一样 javascript他很方便他全都给你弄好了 所以python的话你看后面这里其实 啊之前写的就像那些要跟javascript一一对应 啊有那些函数 这些呢现在这个现在搭了一个架子在这里 没时间写 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研究一下然后看怎么转换啊欢迎大家 啊来来贡献这个在gmail里面就是 啊 gmail然后 chart 其实都很类似的你会做一个之后其他可能都 啊差不多你去看一下那代码改一改然后就是 根据不同的需求这里面有应该有十几 十几号十几种 啊有些也蛮复杂你看这个 啊好几十行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一个东西 对后面会慢慢更新吧这个 目前的话呃只有这么多 喂吴老师你好 我想问一下您之前讲到那个dokmap 就是那个变力 变力或者是那个变形变力里面 他里面比如说后面写一个简单的那个lambda的那个function 他那里面 collection传递过去的是他每一 每一张影像的值吗还是具体是怎么样子 我觉得就是一张影像 整个影像 不是值 不是整个影像 是整个影像 对 就是你你你 像你一个数据集里面就是有一堆影像吗 他传入的时候就是一个影像 不是传递一个值或者传递他的属性 就是传递你整一个影像 那个影像里面有什么你就可以 可以在里面出现你可以加属性啊你可以设置别的 现在你拥有了所有的 你可把想象降成 我们现在比如说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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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这个答疑这个课室里面有70个人 然后我想对每个人做一个同样的东西 那就是把把这个人给你那个人拥有什么东西 你你你你你那个函数里面可以 享用到他的任何东西 就说比如说那个头啊你的体重啊 你比如说你的身高啊什么都是附带在那个人的 现在你把它当成一个影像这个影像你要做什么处理 你就可以做什么处理 比如说我想对每个影像进行 每个人量他的身高 那你就是在函数里面 啊比如说获取你这个身高的这个属性 然后把它返回回去 或者就是说你可以啊最后 如果你是一个影像他出来还是一个影像 但是呢 你在中间你就可以把这个属性测完了 把它附到的一个影像 现在新生成这个影像呢 你就有了加了一个属性 或者几个几另外个例子是吧 所以这人都在这个这个课在上网我教大家 你上之前吗 就是大家比如说假设你都不用你你还不会做谁主义是吧 然后呢我就是写个函数 我告诉你 我教你怎么做谁主义 随后你函数 这个人再出来的时候就变成你有一个 做谁主义的功能 或者你有这个 附带的属性 你做了这个什么谁主义 是这个酸菜鱼 谁主义还是什么鱼 就是回来的出来的时候 你可能还是那个人 但是那个人多了一些别的东西 类似这个例子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比方吧 好的就是老师如果我 我如果我选取的属性 属性是对应波段的反射率 也可以对这个就是对这个属性进行 重新操作再复制 重新的值 是一个 没所谓你可以做任何东西 反正就出来还是一个影像 或者就是还是一个 就是给你一个东西 你还给我一些东西 你总得有东西 有 你总得有点东西返回来 因为他出来之后还是一个 还是一些 就给你一个东西进来 你必须原样的同样的 同样的这个个数 给你10个影像 你必须给我仿环出来 10个影像或者10个值或者怎么样都可以 但是必须 那个 就是近期要出来必须个数是一样的 他才能保证就是你那个 就是一一对应的 如果你中间某一些影像 比如说 坏掉了 干嘛 那中间就会出错 类似于这个 这个样子 比如说我们现在70个人 每个人都告诉你做数据 然后突然有个人偷懒 他啥都不做 那最后出来就是 你可能少了一个人 他那个人不会 那就是 整个面他就会 那个函数可能就中间会出错 所以比如说你 比如给一个简单的这个例子 比如说你计算ndpi 然后那个影像呢 其实应该就是说每个都是相同的这个 基本上就是应该相同的属性 比如说波段的各方面 但是中间如果你混杂了 比如说你都是 Lens8 你中间突然混杂了一个 Sentino2的影像在里面 然后你在计算ndv来说 他就波段 比如说b4-b3除以b4加1b3 那Sentino他就没有这个 他这个波段名字不一样 那你中间就会出错 出错了你就运行不了 就整个都会廢掉 所以 你出进行动是要确保 所有东西大家都是 一样 不是说那东西完全一样 他的属性 波段的各方面 就是说你需要用到那些信息 应该是要一样的 或者就是说用到property 你每个都有个语音的覆盖量 当然突然有一点影像他 他没有那个那个属性的话 你后面用到的话 那就是不行 所以就是 相当于有个 你叫统一规范 进去 大家同时出来 类似这个意思 好的 谢谢老师 还有其他问题可以直接问呢 你 是不是前面都已经回答完了 还有一个下最后一个筛选出来的 image 莫正是按时间顺序排的吗 这个不是 如何将筛选出来的这个 image按时间排序存放 这个不一定这个取决于你那个 取决于你那个影像的 image collection 有些是顺序的 有些是倒序的 如果你想你想 啊按时间排序完就是用那个 sort 就是那个排序 比如说 啊想想 有哪些 比如说刚才 我们退回去 比如说就是最简单的这个比如说 我 我这里找个例子 比如说 比如说 data 然后image collection 比如说那我们就弄个最简单的用这个 Sentino tool这个影像 对吧 然后这个影像呢 他就是有成全上了过 比如说现在我可以挑最 10个 比如说这个你就是做filter就行了 我我这个 collection doke limit 比如说我现在去挑 挑10个影像出来 相关于这个就是你最后的这个 你最后筛想完了 比如说他就是一个collection 然后大家看看 image collection doke 或者dokeinfo 你可以看一下他那些属性 imfo 就是其中一个 然后就是你看多我们很多波段 然后 应该下一个每个应该都 都有 所以就是说如果你这里想筛选的话 比如说他这个不一定他这个不一定是按那个时间排序的 所以如果你看看比如说 aggregate orway 然后这个一般的话就是 system 然后 那个 冒号 time start 这个一般就是他每个影像里面 他会有个时间这个时间的就是告诉你这个影像什么时候 然后获取的 然后你说dokeinfo 我意思就是说这个可能 他有可能是 按时间排序的也有可能不是按时间排序的 这这个好像怎么都是一样的 aggregate system time start 我们100个吧 他都是同一时间获取的 这个 images 就 哎不是你看这是有点不一样你看194 704 548 548 有一次一样有些不一样 反正就是说如果你想这个 排序的话你是sort 然后你就把你那个属你要排序那个属性 比如说你可以按语音的覆盖量排序啊你可以按这个 嗯 嗯 任何一个属性比如说像这样 然后你这个再aggregate 他应该就是从你看这个就排序了 开始 或者你可以按那个语音的这个 啊属性比如说 他那个语音的那个cloud 比如说按这个 啊 你可以按这个 比如说按语音的覆盖量或者按时间 你看这个你在 下面这个 你看现在在排序我这里零就从零开始然后 啊零点几零点几就这100个影像里面这就是说赢的覆盖量 啊如果你是要倒序的话你就把这个这里面应该有个ascending或者descending 啊我记不太清楚这个是 啊 啊 ascending eacc eacc bnb 等一 boss看有没有 没有ascending 这个函数叫什么名字 因为那个函数你因为这里弄了很多层之后他就 他他不知道你那个叫叫那个是什么 你可能要在前面加个image collection他才能显示你这个函数的这个 定义出来 如果不行你就这里面找一下 image collection 然后啊 sort 啊要不是descending ascending as 我那个打错了 ascending 然后呢 啊 啊 limit 这个为什么是说 property limit sort sort argument sort 嗯 bype 了 比如说 如果我还在跟 sandy 这个不应该 啊我们之前应该也是有了啊 有一个例子直接就是用这个啊 对类似这个也也行或者我拷贝一下这个 现在就在在这个里面你再加一个 docsort 然后呢这里面就是可以 用这个 软数 比如说这些不需要的 然后我这里再换一个这个比如说 或者 对这个就可以了 刚才那个为什么不行 然后呢比如说我这里就可以 aggregate cloud coverage 这个现在就是哎 force的话是 ascending 哎 我这个是collection说错了 是名字错了 我这个这个太多影像了这个 这个等到大半天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可以 sort按这个其中某一个属性可以是云啊时间啊 啊任何一个你那个影像里面有的属性你可以都可以通过这个 下一个问题说请问如何上传这个本地的说法 什么 什么 什么意思上传本地的这个 那你这个ry你要转成那个shp to e啊就shp to e啊不能直接就是转 啊给这个路径啊 也不知道你这个东西什么东西 你要转成大家都在说同样东西同样的这个 始量才可以你不能直接就是给一个他下面这里有一个提示了 这个reason必须是1东西用你去或者这个 1东西用你去或者这个 1东西用你去或者这个 所以你需要做的就是把那个 把始量转成这个商 那个那个feature collection 前提是你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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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比较小如果你太大的话也是不行了 就是shp 然后就是比如说fc等于这个 然后这个里面就是你那些路径 然后你再把这个ry传递到那个函数就可以了 我再放大一点 就是就是类似这个 下一个问题是gmap实现同一个地区两个不同数据员ndvr的对比分析吗 是分为外表的图上 你就用那个那个我们之前介绍那个splitpanelmap吧就是 有一节课有一节课有讲到这个visualization然后这个 splitpanelmap就是相当于一个两个图层 两个图层比较或者你就是用那个 那个图层那个改变那个透明度了也可以就是说看你自己这个 需求 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 map.slipmap 然后你就是左边一个图层右边一个图层然后 会是e layer或者你就看一下这个 这个例子 这里就两个图层比如土地利用 2019年 2001年然后两个加在一起那你不就可以 啊你就可以做做做比较 你只要是需要把你这个兑换成你自己想到这个数据吗那这个是土地利用啊 ndvr 啊这些都不重要了就任何 数据都可以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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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抓住这机会啊最后10分钟了 自己研究里边的问题或什么任何问题都可以问了 怎么叫哪个没出来 你这个文件没有空格 你最好不要空格试试啊 反正这个感觉都是 你读取数据的问题 你看这个都 你看那个错误的代码 gmap 然后gmap 调用这个函数 调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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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另外的包叫shaper 所以就是有还有情况就是你里面有中文字符 要不就是你路径有问题 啊 无碑这些这几个 所以你就是看看你 看看你那个数据 如果实在不行 你就是上传到你这个 g那个账户里面 就不要用不要用g 如果那个上传能成功 那你就直接用 用那个就行了 就是在这个 coeditor里面你可以 上传自己那个实量文件 这里面 这里面 然后你就是 new 然后shaper price 然后你就 选择upload 然后下面这里就选择你那个 账户 然后加上去 最后就生成 比如说像这样的 啊啊 visual collection 然后你就能拿到这个 id 你就可以 啊 加载数据到你这个 gmap 里面 就是有错误的时候 先看一下就是说他错误给 提醒了什么信息 最后就是 慢慢也习惯了就是到这个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你自己就能 解决或者是先证明书记不对啊 格式不对啊 文件名不对啊 这些都是编程里面这个 基本上很常见的一些问题啊 每个都有对应的这个解决方案 请问机里面shaper 怎么加载到这个 啊 gmail里面 就是就是shaper 如果你只是这个 啊 看有没有例子啊 就是说给你看一下我把这个 下载下来 然后我这个现在在那个 下载文件夹 哎 比如说在这个里面 然后 我这个是我这个 因为不对 记忆不 我就直接在下载文件夹 那我就把我这个 啊 把我这个 下载一些例子数据 然后给你很快点一下 dclone 是吧 比如说我现在已经下载这个这个数据在这个里面啊 export data 然后download啊 就是这里面有些啊 数据 那你这里怎么加载呢 有好几种方式 一个就是你直接打开就行了 啊 右右右上角 啊 然后这里有个打开的一个文件夹 然后这里就是说shaper 你就打开然后选择 gmap example stata country ok 这个就看你要不要转成个facial collection 如果你那数据不是太古杂的话你可以转 但是太大的话你就 不转的话直接这样进来嘛 啊 这是最简单方法 但是如果你想对颜色啊各方面你想自行customize 啊 你也可以 这个呢 因为我们当时时间关系没有讲 这个在 书里面的第四章 啊 全部都有讲的 就是加载这个local vector data geoization啊 shaper啊 什么这些都有 比如说这最基本的 比如说加载 kmail啊 或者各种 你就是用这种方法 我再训建一个 就这样 现在你这个输入 你在说把你那个文件在哪里 比如说你在啊 这个我这个在啊 windows里面 现在我们刚才那个路径就是 就是gmap 是吧 然后example 然后data 然后country 是吧 然后很简单的 你现在就是输入这个路径名 啊 不要有中文不要有空格 很容易出问题 然后就是这个 就是变成这个 然后你这样就加进来 就同样的 就是跟我们刚才那个 用用那个工具栏加载是一样的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 应该有个 要不要转换成一一的 我看这个有没有 我这个没有 那就是 还可以你可以改颜色啊 view color 比如说换成别的颜色啊 然后如果你有中文的话 你就要把你这个encoding 这个参数改成 比如说 gp2312啊 什么类似是这样 然后比如说view color 我想换一下这个这个颜色 那你比如说我想 view color 换成比如说 嗯 红色 那行不行 啊 现在变成红色 你看我这个再再换的话 比如说 换成yellow 就看有有不同的颜色 你可以啊好几个 比如说这样 这样的 然后如果你需要转成这个 那个 oast engine那个 那个那个格式的话就是 啊 比如说fc等一 dmap.shp to ee 然后你就把你这个路径传递进来 shp 然后呢 现在这个就变成oast engine 那个那个格式了 这个就可以 比如说 a layer fc 然后这个 比如说这个是e 这个图层呢就是 变成g的图层之后呢 你就没有了那个 就移动的时候要变化 那个就没了 那个就变成g的这个 这个这里 就变成g的那个图层了 g的图层不是说就这个 g的图层你就不没有 就是你变的话变颜色感吧 那些不行了 因为现在这个数据是在云端的 所以如果你想获取属性的话 都是要用那个doggen info 什么 那些是比较慢的 所以就是说没有说你一移动 就有那个 右下角那个对话框出来 就是你要的话就是要点这个 要去看了 因为每一个都现在每一次都要查询的 没有那么方便 当然这好处就是说你可以和那个 你可以做filter啊 你可以和其他那些 第一的那个数据进行交互了 查询啊各方面都可以 下一个问题 说如何利用公开的样本数据集 对自己的区域进行监督分类呢 那就一样了吧 你就把它的数据集 变成你这个数据集 替换掉了 或者你就把它你当以前怎么做 你只是现在把那个数据换一下而已 这个当然你要去看那个具体这个这个监督分类 那个那个具体的例子 我们昨天没有时间讲到 但是你就看这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training sample 你就是把这一步选择training sample的数据变成 你下载那个training sample 然后现在你就是用那个 你这个是随机选 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就用那个gmail 那个exert values to points 那个就相当于可以提起 比如说每个点的对应的 那些波段的这个值 现在你把你那个分类的结果 跟那个影像合在一起 然后通过那个函数 最后你可以获取 现在你每个点 然后把那些原始值找出来 包括那分类的结果 然后呢 那个就变成你自己的training sample 然后再放到这里面 你就可以对这个训练去 就是这个training 这个clash file 然后再做分类 这个步骤基本上是差不多是一样的 这个是什么 能直接用df出图吗 当然可以啊 这df你有了这df之后 你就可以用你自己任何想要的包 有很多包知识 用这个python这个 这个dataframe进行绘图 这里这个函数呢 昨天讲了就是说returnFC 这个其实就是 如果你不return 你不return那个dataframe的话 它现在就是不return dataframe 现在就自动把那图画给你 如果你想画 就说你想要更多的一个控制的话 你就是可以通过那dataframe 你自己才去再去绘图 我给你看一下那个 就是我们昨天那个叫什么 应该是 还是什么 比如说这个昨天做的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这个磁方图 其实背后你比如说这个你return returndf的话 现在你返回一个df 如果你不返回的话 其实后台就是用了这个函数 现在其实就掉了这个plotd 这个函数帮你创建这个 柱状图 然后这个其实你输出的时候就是一个df 其他这些都可以 所以就是这是一个 不同的方法 你可以有很多包 met plotlib 或者就是那个 plotlib 比如说你看 它有很多的包 这个包就是做的图比较漂亮的 所以你看它输出的时候全都是一个df 如果你从gmail里面做完 各种分析最后导出一个csv 或者你输出一个dataframe 最后你就可以自己后期处理 其实我这里讲那个其实也是从这里学习来的 它有很多 你看这个就 好多不同的这个方法 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 现在就是 你利用不同的包 最后 完成你想要这个 结果 不只是这个pytrot 还有那些barplot scatterplot 各种各样都有 在这个是非常 强大的一些功能 大家可以感兴趣去了解一下 好吧 还有其他问题吗 下一个说 有基础学习语法 知识的 你说什么语法 什么 呃 拍什么还是 以技艺的话 就它光光光光 这个documentation 你就把它光往那个学习一下 你那语法都在里面 但是如果你学习基本的python的话 你随便上网找本事这个这个免费的书看一下 呃就是变量啊 循环啊 函数啊 就那几个基础啊 你懂之后 其实其他的只是 现在就是 嗯 搭桩组合了 相当你就是学一下那些砖头 这些砖头它怎么 呃怎么产生那些砖头 有了一砖头之后 你就是自己 凭你的想象 你自己怎么搭 就是 嗯 怎么搭了 所以 看你就是你想要学的是哪一个